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茅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士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551集 岳阳惨胜 其实将那些杀出来的黑马暂时的分开也好 如果那种高手没有杀到前十 在前五十就开始僵持比拼的话 未免会拖延时间 由沧海遗珠之险 下午格宇比拼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抢手 是来自于点仓派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道长 修为已经达到了真人之信 一身凌厉的剑法 逼得格宇不得不施展出毛山分魂术 才将其在十几招之内击败 而钟锦亮也遇到了一个强者 是一个来自于太极门的年轻高手 一开始跟钟锦亮比拼拳脚功夫 即便是钟锦亮跟他用七心纵对抗 两边也是五五开 过了一百几十招都没分出胜负来 最后两人比拼法器的时候 钟锦亮又占了法器斩新剑的便宜 才将太极门的哥们给打落于台下 值得一说的是 那龙虎山的通天道长一直都很生猛 凡是跟他遇上的人不是重伤就是轻伤 在早晨晋级前五十的时候 他也是仅用了三招便将对手击败 连剑都没有拔出来 便一掌打在了对手胸口 将对方打得滚落于台下 口中喷血直接晕死了过去 上午比试的一场 从一百人淘汰了五十人 下午五十人又淘汰了二十五人 随后便是今天最刺激的一场 那就是十三对十三 本来是剩下二十五人的 不过大伙都没有忘了 其实报名的是二百零一人 还有一个家伙一直轮空 就是等着现在的这一刻 没网上禁忌一次 遇到的人就墙上一层 十三对十三的时候 格宇遇到了一个更强的家伙 是泰山派的一位高手 用的是十二路天罡剑法 而且力大无穷 格宇跟他一连斗了二三十个回合 不光是用出了茅山分魂术出来 而且还施展了七星剑中的七剑式和火力七剑的手段 才将此人打落台下 而钟景亮也同样遇到了一位来自于王乌山的高手 具有一时金甲战将的手段 几道黄指甲一抛出来 随着阵阵浓烟冒起 出现了四个身穿铠甲 浑身散发着金光的金甲战将 帮着那王乌山的高手 一同对付钟景亮 如果不是钟景亮手中的展现剑 无邪不迫的话 估计就被那王乌山的高手给迅速打败了 在关键时刻 钟景亮用斩仙剑先是斩碎了几个金甲战将 以一攻破 斗了一百多个回合 才勉强将对方打败 不过钟景亮也吃了一些苦头 受了一些暗伤 下来的时候 格宇给他吃了几颗迅速恢复修为的丹药 才勉强的恢复了过来 那几匹黑马 包括钟景亮和格宇 该强势的依旧强势 一一将对手打败 其中龙虎山的通天小道长依旧牛逼哄哄 即便是遇到了这般强劲的对手 也是十招之内将对方打伤 然后迅速的结束战斗 大家伙对于这通天道长充满了期待 而每一次撞上通天道长的人 对他也是充满了畏惧 只要跟这小子过招 怎么着都是要见血的 心里一旦对自己的对手有了畏惧 那对手就占据了完全的优势 在心理上首先碾压了对方 这样又如何能取生呢 由于昨天晚上 大家伙还说了一个人 便是那峨眉山的御灵小师太 是转世了不知道几世的佛门大能 所以当格宇这边结束了战斗之后 紧接着就去寻找了御灵小师太的擂台 看他打了一场泪 那御灵小师太年纪跟自己差不多 二十来岁的模样 身穿一身灰色的僧袍 头上戴着僧帽 长得白白净净 温婉可人 即使是与人过招的时候 也是不急不缓 从容淡定 格宇盯着御灵小师太 从头打到尾 也没有看出来 他有什么出奇之处 一直都是稳扎稳打 就连用的手段 也是最为普通的佛门修行手段 可是就是这样很普通的手段 也将对方给从容不迫的击败了 很稳 很扎实 没有特别的强悍手段 更没有什么大招 一切都是化繁为简 无论对方如何强势 他都是面不改色 从容面对 可就是这样平平无奇的手段 还是打败了对手 正是因为这御灵小尼姑的 平平无奇手段 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 但是吴九英和李半仙 却一口咬定了 此人是格宇最难对付的角色 甚至于是不可战胜的 反倒是那龙虎山的通天道长 成了大家伙议论最多的对象 因为跟他打类之人 都没有在他手底下过去十招的 这就有些太可怕了 整个打类的二百多人 没有一个能够像他这般快速的解决战斗 或许是遇到的对手不一样 反正是格宇在后边 没有能够十招之内干趴下的对手 而这十三对十三的时候 岳强的亲兄弟 青城山云青掌教的徒弟岳阳 也参与了进来 这小子运气好的爆棚 第一次抽签的时候就轮了空 抽了二百零一 如今这小子终于上场了 其实也有很多人期待的 他避开了这么多拼斗 一上来就是十三对十三的拼杀 也不知道这小子 到底能不能坚持下来 同时格宇和钟锦亮 他们也比较期待岳阳的这一次比试 毕竟岳阳这小子 是岳强的亲弟弟 大拿的兄弟 又是云青真人的高徒 的确引人注目 岳阳打类的时候 遇到的是一位昆仑派的弟子 道号冷残 那昆仑剑法用的是抽神入化 也是一路杀到前二十五的年轻高手 备受瞩目 岳阳一上来 就对上了昆仑派的冷残 很多人都跟着摇头叹息 觉得岳强这个小年轻 肯定不是此人的对手 就连格宇和黑小色 他们对于岳阳也不抱有太大的幻想 能够从各大宗门之中 一路拼杀到这般地步 能够生存下来的 都是强者中的强者 而岳阳才二十猫头 之前在江湖之上 都没有人听说过他 一上来就对上了这样的高手 实在是有些困难 不过当岳阳一跟了冷残道掌 交上手之后 大家伙就不这样认为了 青城剑法对上昆仑剑法 两个宗门中的强者实力抗衡 那剑气鼓道 将坚硬地镌刻了 无数符文的黑石擂台 斩的都是一道道深深的沟壑 虽然岳阳稚嫩了一点 但是那剑法却十分老道 估计岳强没事的时候 也会经常调教自己这个亲弟弟 才能够让其青城剑法 用得如此出神入化 两人过了将近一百五十招 都没有分出胜负来 而后两人各自发动大招 那冷残道掌动用了昆仑诀 剑气如霜 已然入下 擂台周围变得是一片阴寒 随着他一剑剑的劈砍出来 四周的擂台都凝集出了冰灵子 挂在擂台之上 而岳阳则是动用了七星剑绝 不踏斗钢 脚踩七星 皆引天地无形之力 假持自身 身上不断有白色的气息 引晕出来 放出了大招之后 两人又斗了将近五十个回合 岳阳才将冷残打落到了擂台之下 而岳阳也已经完全脱力 直接栽倒在了擂台之上 只不过是一个倒在了擂台下面 一个倒在了擂台上面 胜负已分 岳阳惨胜 不过也晋级到了前十三的行列之中 一整天都在打泪 上午拼出了前五十 下午不光是决胜出了前二十五 又加了一场 直接赶到了前十三 比武打泪进行到了这个阶段 每一场比试都是激动人心的 谁也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比动 这种年轻一代的比试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见识到了 现如今的江湖高手 是一种怎样的实力水平 这十三个人将是组成天道盟先锋队的实力干将 从而比拼到最后 再选出一个先锋队的队长出来 究竟路四谁手就要看明天的那一场 因为只有六七场比试 天道盟的十大长老商议了一下 明天比试就不要再一起比试 而是一场一场的比 一场比斗只需要两个高手对抗 这样一来 也给比斗的双方留下得以喘息的时间 恢复体力 毕竟这三天擂台打下来 每个人都至少经历了好几场比斗 灵力消耗很大 是需要休养一段时间的 当天晚上 众人再次聚集在了一起 这一次聚集在屋子里的人又多了一个 便是月强的亲兄弟月阳 白天的那场比斗让其彻底脱了力 虽然吃过了丹药调养 但整个人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 显得有些无力 这样一个年轻人一出手就干到了前十三 这种结果作为大哥 月强已经十分满意了 以月阳现在的这种情况 月强的意思是明天就不用再参加比斗了 伤成这样 取胜的机会已经很小了 不过月阳却十分的坚持 还想要试试 今天晚上好好休养一下 明天继续拼斗 月强也是无奈 只好游着他去了 为了能够帮助格宇和亮子他们 分析明天的比斗形势 五九阴还特意找了一份 名列前十三的名单 这十三个人分别是 龙虎山的通天道长 少林达摩洞的智空和尚 毛山宗的格宇 青城山的岳阳 峨眉山的御灵小师太 苗江武独教的宋牧童 西川唐门王世达 中南山的刘雨晨 普图山的灵智和尚 五台山的伊凡和尚 鼠山派的五位道长 大名刘五位 中回后人中锦亮 还有一个南海修行士家的邵小龙 二百多人 最终就剩下了这十三个 这十三个人 就是天道蒙先锋队的所有成员了 其中格宇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情况 不参与这个先锋队之中 既然格宇不想参与 那中锦亮跟着格宇整天撕混在一起 是不太能分开的 所以他也不会参与到这个先锋队之中 所以先锋队的成员还有十一人 万一其中再出现什么纰漏 十个人都不够的话 就要从下面的人当中再挑选出一个 来替补 能够进入天道蒙先锋队里边 很多人求之不得 而格宇却并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眼里 对他来说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而五九阴之前也跟天道蒙的十大长老商议过 这件事情 也都默许了格宇和中锦亮 不入先锋队 本来这就是一个自发组成的团体 如果有人非要退出 别人也无法强留 即便是勉强留下来 出人不出力 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而天道蒙主持的这次比武擂台 决胜出的前十三名佼佼者 没有一个放水 全都是实打实的 年轻以北中的顶级高手 这些人凝聚在一起 实力不容小觑 还是有着很强的作战能力的 即便是对付一个地先级别的高手 估计也能够拿下来 因为这其中便有一个轮回了几世的 佛门大能御灵小师太 其修为高深莫测 非同一般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士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杨鸟喵 第552集 不配做我的对手 花和尚就是一个轮回了两世的佛门大能 如今的修为一样是深不可测 可是如果跟御灵小师太硬刚的话 这胜负或许真的难以决断 至于剩下的人 实力也不容小觑 虽然逗到了这一地步 大部分人都没有将自己的真正实力给展现出来 那强悍的手段都是留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用的 众人聚在一起 按照这13人的情况一一分析 分析每个可能遇到的对手 遇到之后又该如何应对 九阳花里外中的每一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几个参加比赛的人当中 就只有格宇一个人有争夺头盔的可能 而且危险性还很大 而如今 众人也只是知道御灵小师太是个难以战胜的对手 其余人的底细也摸不清楚 大家商量了许久 叮嘱了他们三人许多 但是具体情况还要看他们临战的时候 该做出怎样的应对措施 现在说太多也没有什么用 由于明天就要决胜 几个人还需要休息调整 所以也没有聊太长时间 便各自睡下来 回去之后 格宇一个人躺在那里 有些辗转难眠 倒不是担心明天能不能夺得头盔的事情 而是突然想起了杨帆 那个让自己心疼的女人 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又是怎样一种心态 自己没能将她从家里带出来 没有足够保护她的能力 所以才会走到这一步 如果自己的实力强悍到不畏惧任何一个人 或许结果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正想着这些糟心的事情 忽然间屋门被敲响了 格宇愣了一下 心想是谁这么晚了过来找自己 便应了一声请人进来 等屋门打开之后 发现是自己的师兄龙华真人 格宇连忙起身 招呼龙华真人静无座 龙华真人看了格宇一眼 也没落座 只是笑着说道 明天就要决战头盔了 紧张吗 没有 我只能给咱们毛山宗 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脸面 若实在寄不如人 也不能强求 你能这样想 做师兄的十分欣慰 保持一颗平常心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次前来是想告诉你 你现在已经打入了前十三名 即便明天落败了 也没有折损我们毛山的卫名 多谢长孝师兄宽慰了 我明天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对了 你明天有三个劲敌 可要小心了啊 第一个是御灵小师太 第二个人是南海的少小龙 第三个是龙湖山的同天道长 龙华长教说出御灵小师太 和同天道长的时候 格宇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之前他们讨论的时候 就说起过这两个人 的确是需要防备的 可是他突然提起这个南海修行世家的少小龙 是个什么鬼啊 一直以来 这个叫少小龙的人 与人拼斗 也是没有什么太过扎眼的地方 格宇也看过他与人打泪 手段都十分普通 只是修为底子浑厚了一些 在格宇认为 这个叫做少小龙的人 甚至都不如那西传唐门的王世达 更不及中南山的刘宇禅 怎么就成了自己的劲敌呢 想到这里格宇便道 张教师兄 你说的前两个人我都知道 可是这个叫少小龙的人 应该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吧 有时候眼睛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的 或许上面蒙了一层假象 少小龙的一次打泪 我全程看到尾 此人也是身藏不露 他抱的名号是南海少家 既不是什么大宗门 也不是什么修行世家 好像是凭空冒出来的 因此师兄我觉得此人有些奇怪 所以让你防备着他一些 小心时的万年船 总是没错的 我也希望自己的感觉有误 顿了一下 龙华长教诱道 即便争不了头鬼 弄个前三也是可以的 师兄我还是相信你的实力的 龙华长教朝着格宇微微一笑 毁了挥手便要离开此处 格宇心里这个郁闷 这个老滑头 心里说着不在意 其实还是想着让自己争这个头回 眼看着龙华长教 叫走出屋子的时候 格宇突然在后面说道 长教师兄 刘伯 怎么了 师父的消息 你那边有没有啊 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就没回过毛山吗 没有啊 自从他老人家走了之后 音讯全无 毛山也没有回来过 谁也不知道他老人家 究竟去了哪里 或许他有自己的事情去做 就不用咱们操心了 以他老人家的修为 咱们也不用担心他的安危啊 格宇点了点头 心中怅然 再次抬头去看的时候 龙华真人已然是悄然无声地 离开了这里 一夜辗转难眠 心中想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在天快亮的时候 格宇盘腿打坐 调养了一个小时 顿时恢复了状态 精神饱满 神采奕奕 一大早 格宇就被钟锦亮给叫醒了 走到恒山派的食堂 吃了一顿早饭 然后便奔到了鄙视的擂台处 今天是至关重要的一天 十三位年轻一辈的弟子 要一决雌雄 争得头盔的一天 那些即便是已经落败了的 各大门派弟子 也大多数都没有离开 而且还源源不断的 有人来航山派 要围观今天的鼻舞打泪 在中间的一处擂台 做了诸多布置 天道蒙的十大长老 包括华清真人 分别就蹲坐在那擂台的四周 为这些鼻舞的年轻弟子 保驾护航 以免让鄙视的双方 因为打红了眼 而伤了人命 而擂台的四周 也早已经是人山人海 围得水泄不通了 还有就是很多人 站在不远处的那些 空着的擂台上面 远远的瞧着 因为旁边实在是 没有空着的地方 所以来横山派围观的 各路修行高手 加起来起码有五六百人 十分壮观 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还是按照之前的规矩 在几个长老的监视之下 在一张桌子上面 放了一个黑箱子 里边有纸条 从一写到十三 抓揪之后 比拼的顺序是 一对二 三对四 一路下去 不过由于决胜出来的高手 是十三人 所以会有一人轮空 这样一场比斗下来 会剩下六个人 这六个人再重新抓揪 三对三打下来 就还剩三个人 这个时候 那个轮空的人就会上去 二对二 再进行比试 所以那个轮空之人 是十分幸运的 可以逃掉前面两场 十分重要的比试 很快 参加比试的那些年轻弟子 就抓揪完毕 等将纸条亮出来之后 发现那个轮空的人 竟然是那个南海的少小龙 由于昨天晚上 长教真人出言提醒 所以格宇特意去仔细观察了 这个少小龙 发现此人二十多岁 长了一张国字脸 浓眉大眼 十分有精神头 穿着既不是道袍 也不是僧袍 只是普通的白衬衫 黑袭裤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从哪个单位 跑出来的公务员呢 只是此人有些不善言语 宠辱不惊 即便是好运气摸到了那轮空的十三号 也是不悲不喜 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 只是让大家郁闷的是 第一场比试 便让人觉得有些无法接受了 因为摸到一号的人 是月强的亲兄弟岳阳 而他的对手 竟然是那龙虎山的通天道长 月强昨天的比试之中 便灵力损耗很大 虽然经过一晚上的调养 恢复了一些 不过整个人看上去 还是有些虚弱 那通天道长 是所有人都认为 能争夺头盔之人 月强遇到这样一个人 能够取胜的希望 微乎其微 而且这个通天道长 下手狠辣 不见血都不收手 月强担心亲兄弟 会被那通天道长打伤 便劝他放弃打泪 保命要紧 但年轻人都有一股 不服输的劲头 月强显然也是如此 要让他不战而降 显然是不可能的 尽管有好几个人 都劝他放弃 这小子还是走上了擂台 当两人都站在擂台之上 随着一声铜锣声响 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月强从身上抽出清风剑 朝着那龙虎山的通天道长 一拱手 客气地说道 青城山 云青真人门下弟子月强 求赐教 但对面的那个通天道长 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怀里抱着一把剑 将帽严压得很低 突然冷冰冰地说道 你现在可以滚下台去了 我不伤你 你不配做我的对手 月强顿时火大 再好的脾气 也受不了这般讥讽 当即冷哼了一声道 通天道长 能不能做你的对手 咱们需要比试过才知道 你这样 未免太拖大了吧 通天道长低着头 嘴角上扬 阴沉地一笑 不懈地说道 我说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就不是 又何必自找羞住呢 现在我让你滚下台去 是为了你好 你不自量力 就不要怪我 落手无情了 看招吧 月强也按捺不住了 手中的青风剑一抖 顿时发出一声嗡鸣 脚步一措便朝着那通天道长的身上刺去 真是不知死活呀 那通天道长冷笑了一声 眼看着剑就要落在身上的时候 突然一闪身 逼过了这一剑 身子出现在了月强的一侧 那月强顿时大惊 没想到此人的身法竟然会这么快 抖然间月强再次挽出了一个剑花 回首又是一剑 朝着那通天道长再次劈砍过去 那通天道长还是不接招 甚至连剑都没有拔出来 再次闪身躲开 月强心中火气越来越大 回过身来 看向那通天道长道 你为什么不将剑拔出来 还用我说吗 你根本不配与我过招 等我把剑拔出来的时候 就是你滚落擂台的时候 你难道不想在这个擂台上 多逗留片刻吗 好好享受这几分钟的时光吧 一会儿就没有了 你 你欺人太甚 月强心中郁佳的懊恼 直接用上了青城山剑法之中的 成名江湖记 月强对于这套剑法最熟悉不过 对于这个亲兄弟 月强也是没少指点 所以这套剑法施展出来 威力还是十分大的 那通天道长身形闪了几下 突然黑黑冷笑了一声 不错 这还有些意思 但听得咔嚓一声响 那通天道长终于将剑拔了出来 寒芒一闪 煞气万千 就将月强手中的长剑给接了下来 两把剑碰撞在一起 通天道长手中的长剑之上传来的力道 绝对强悍 让月强心中惊骇无比 顿时让他乱了阵脚 开始有些手忙脚乱起来 而这个时候台下的围观众人 也都看出了月强有些力不从心 月强更是激动的不行 直接大声喊道 月强 这句话刚喊出来 但听得通天道长冷笑了一声 我说过 你不配做我的对手 滚下去吧 话声一落 就见那通天道长的身影一阵虚晃 一时间月强看到自己眼前 突然出现了一片虚影 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后背上就传来了一阵刺痛 丁寒之意 传遍了全身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讲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娘喵 第553集 咽不下这口气 那通天道长突然出现 斩落在了岳阳的后背上 顿时砍出了一道长长的伤口 后背上的衣服顿时被染得一片血红 岳阳一声惨叫 根本来不及回头 便被那通天道长一脚踹在屁股上 整个人就飞了起来 连擂台边缘的木桩都撞碎了 然后跌落台下 好一个青城派的弟子 这平沙洛艳是很不错呀 那通天道长已经收回了长剑 双手抱着 看向了台下趴在地上的岳阳 鲜血已将整个后背尽透 那一脚也是不轻 踹得岳阳都已经吐了血了 不出意外的岳阳落败 他昨天拼斗的时候身上就有暗伤 这会儿又哪是通天道长的对手啊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许多人朝着岳阳围郁拢了过去 岳强一把将岳阳给搀扶了起来 看着在背后那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顿时怒不可遏 岳阳 还能撑得住吗 哥 好疼 岳阳只来得及说一句话 一倒头就晕死了过去 一见如此 岳强终于按耐不住 将岳阳交到白斩手中 忽然站起 怒视着台上的通天道长 咬牙道 你好大的担子 你岳阳我看你不爽很久了 每次有人跟你比试 你都要初见伤人 难道你不知道这擂台比试的规矩吗 江湖拼到刀剑无眼 他实力不显 就怪不得我了 好啊 你小子行啊 那我就跟你比划两招 让你也知道 什么叫做刀剑无眼 岳强的火器 从来没有一刻像是这般强盛 自己的亲兄弟险些被对方给杀了 这股恶气哪里能够忍受啊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岳阳是自己的亲兄弟 就算是给他们九阳花李白面子 也不至于将人伤成这样 这里哪一个不知道 岳阳是岳强的亲兄弟 说着岳强一跺脚 身形拔地而起 飘然落到擂台之上 整个擂台都跟着微微一晃 下一刻 岳强将那寒冰刃从身上抽了出来 二话不说 就朝着通天道长批出一剑 作为九阳花李白中的重要成员 岳强可是成名江湖多年的大佬 这一出手 所有人都跟着发出了一声惊呼 这一剑出来 四周的空气为之凝结 就连温度都一下下降了十几度 一道寒霜化作利刃 就朝着通天道长身上斩了过去 岳强盛怒之下 这一剑劈砍出去 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通天道长也没想到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岳强会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事情 不过下一时间 通天道长拔出剑来 将岳强那一道寒霜化作的利刃 给挡了下来 这一剑的利刀绝对可怕 震的那通天道长身子一晃 裂见了好几步 一股寒霜扑面而来 连身体上都蒙上了一层霜物 事发突然 谁也没有料想到岳强会如此生猛 正当岳强提见要再次上前 好好教训一下这通天道长的时候 突然间从好几处地方 树道身影也纷纷跳上了一台 首先是那龙虎山的华青长教 一上台就挡在了通天道长的面前 其次是吴九音跟花和尚 以及清承山的长教云青真人 则是挡在了岳强的前面 一上台 吴九音就拉住了岳强的胳膊 陈生道 强子 别冲动 这是年轻一代弟子的鄙视 你上来跟人拼斗算是怎么回事 当着天下好几的面 你不怕大家伙笑话你啊 小九哥 你别拦着我 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这个杂碎不可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自从打了以来 他连生数人 我兄弟岳强又没有得罪他 竟然竟他伤成这个样子 这口恶气 我咽不下 岳强 多大的人了 还这么冲动 还将贫道放在眼里吗 说话的人是 青城山的长教云青真人 师父 他亲人太甚了 岳强一看到 云青长教也这么说了 他也是自己的师父 哪里敢有半分忤逆啊 再怎么样 你作为成名江湖多年的前辈 也不能对完辈动手 更何况 是在这种场合之下 云青长教说得极是 擂台比武 刀剑无眼 有些磕磕碰碰 在所难免 你作为九阳花 李白中的成名人物 还上来欺负小辈 恐怕 说不过去吧 华青真人也站出来 开始袒护自己门下的弟子 华青老二 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他们是磕磕碰碰吗 那小子明显就是故意将我兄弟伤成这样的 你要是不服 咱俩比试比试 如何 岳强指认了华青长教的鼻子大声骂道 擂台之下顿时传来一阵唏嘘之声 好家伙 这一场擂台比武竟然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岳强竟然要挑战龙虎山的长教华青真人 这热闹可有的看了 台下之人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 纷纷开始起哄 被岳强这样指着鼻子骂 那华青长教的老脸顿时没出放 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 眼睛一眯 恐怖的气息便在周身游走 身为龙虎山的长教 这修为绝对不是闹着玩的 恐怖的一比 台下看热闹的人 感受到这华青长教的气息 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无人再敢喧哗 很多人都知道 龙虎山跟九阳花李白 一直都不怎么对付 这一次无疑将矛盾再次激发了 好啊 既然你越想想跟频道比较比较 频道也想求教几招 那华青长教阴沉沉地看向了岳墙 好了好了 大家伙都各退一步 这是年轻弟子打累 你们这些江湖大佬上来凑什么热闹 如果想要逼斗 可以私下里约一下 在这里闹成这样 不免让天下豪杰笑话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都不要再继续闹下去了 此时擂台上又上了一个人 便是那鼠山派的长教 紫阳真人 事情闹到这般地步 的确是有些不太好看 既然紫阳长教都说话了 岳墙也不是不实抬举的人 便将手中的剑给放了下来 墙子 别动干活 那个小子迟早有人会收拾 遇上隔雨 就有他吃苦涛的时候 花和尚在一旁劝道 好事一番劝说 两边的人才纷纷跳下了擂台 结束了这场闹剧 不过那通天道长 在众人跳下去的时候 还是不免发出了一声冷笑 那欠揍的模样 的确是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下了擂台 众人依旧在宽慰岳墙 而岳阳那边 白人等人已经帮着他 进行了简单的医治 此时的岳墙四顾了一眼 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隔雨 气呼呼地说道 隔雨兄弟 一会你要遇到那个通天道长 给我好好做的 让他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 人外有人 强哥 你放心吧 这一小子要是落在我的手里 我一定让他多吃一些苦头 很快恢复了平静 接下来便是第二场比试 这一场是达摩洞的智空和尚 跟普陀山的灵智和尚 进行比试 两人都是佛门弟子 实力也是旗鼓相当 在擂台之上 闪转藤挪 拳拳倒肉 打得不分你我 一百招过后 两人都放了大招 那达摩洞的智空 放出了佛陀之力 才堪堪将普陀山的灵智和尚 给压制了下来 略胜一筹 赢得了这场打类 第三场是西川唐门的王世达 跟蜀山派的刘武卫道长进行比试 最终的结果是西川唐门的王世达获胜 他用了毒和暗器的手段让人防不胜防 三十招之内 那刘武卫道长便败下了阵来 第四场 钟锦亮对上的是 峨眉山的御陵小师太 两人比斗 是最为引人注目的 在场的大多数修行者 都以为钟锦亮这批杀出来的黑马 能够很轻松的战胜 那峨眉山的御陵小师太 可是 只有格宇和吴九音他们知道 事情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这个御陵身上蕴含着大佛法 大恐怖 钟锦亮估计是撑不住几招的 钟锦亮也是知道这件事情 不过他还是想上台试一试 就算是帮格宇探一下底吧 随着一声铜锣声响 钟锦亮和御陵小师太便上了擂台 钟锦亮一上来 便客气的跟那峨眉山的御陵小师太一拱手 说道 钟回后人钟锦亮 请赐教 对面的御陵小师太面色平静 却也十分恭敬 朝着钟锦亮行了一礼 宣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峨眉山冷月师太门下弟子御陵 见过这位中居士 此时钟锦亮朝着那御陵小师太 正眼打量 发现这小师太五官长得极为精致 皮肤白嫩 二十岁出头的模样 身材鲜瘦 如同画中走出来的人一般 面对眼前这个娇滴滴的小师太 钟锦亮顿时感觉有些不太好意思出手了 怕是这边一动手 就将这小师太给打散了架 可当钟锦亮看向御陵小师太 那一双清澈如水的双眸的时候 便又不这么想了 他那双眼睛深邃而苍茫 波澜不惊 好像是一眼就能将自己看穿似的 再加上格宇和吴九音他们之前的提醒 让钟锦亮知道 面前的这个小师太 身上绝对是隐藏着大恐怖的 所以钟锦亮不得不沉着应对 当下 一斗手中的折扇 奔随着一阵兴气弥漫 顿时化作一把宝剑 发出一声催鸣 御陵小师太 请 钟锦亮招呼道 那御陵小师太点了点头 并没有拿出任何法器 好像这小师太自从参加打了以来 就从来没有用过任何法器 就这样空着手 一路打到了前十三来 看到御陵小师太没有拿出法器 钟锦亮有些疑惑的问道 御陵小师太 你不用法器吗 我这剑锋利 未免占了许多便宜啊 阿弥陀佛 出家人慈悲为怀 不动刀兵 你且来吧 听闻此言 钟锦亮就更加佩服这小师太了 果真是佛门大能 当下便是十二分小心起来 招呼了一声得罪了 便提着斩仙剑 朝着御陵小师太 劈砍了过去 即便是那锋利的斩仙剑 落到御陵小师太面前之时 他依旧是不慌不忙 身子只是微微一闪 便朝着一旁躲闪开去 在台下的人看来 御陵小师太的轻轻的一闪 稀松平长 都是很普通的套路 但是在钟锦亮的眼中 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对方在眼看着 那箭就要落到身上的时候 瞬息之间躲闪到了一侧 就好像是原地凭空消失 平移了一步一样 这般神通快得让人无法想象 等御陵小师太躲闪这一箭之后 紧接着挥舞起一掌 隔空朝着钟锦亮身上拍了过来 一掌出风云动 那掌风形成了一股雄厚的力量 手掌根本没有碰到钟锦亮的身上 钟锦亮就被那掌风推得平移开了四五步 这种情况在台下的众人眼中 看着就好像是钟锦亮故意躲开似的 然而只有钟锦亮自己能够察觉出来 这御陵小师太小巧的身躯之中 到底蕴含着多么恐怖的力量 被那一掌逼开之后 钟锦亮心中亥然 知道不放出些厉害的绝招出来 是搞不定这小师太 当下 深吸了一口气 再次提起斩仙剑 然后催动仙鸾部 身形快速地围绕在御陵小师太的周围 那斩仙剑以各种刁钻的角度 朝着御陵小师太身上刺去 而这个时候 那御陵小师太反倒是站在那里不动了 而且还闭上了眼睛 通过强大的气场感应 来判断钟锦亮的初剑走向 每当常见次来的时候 他总是能够先一步判断出常见的走势和动向 或者躲开 或者灵巧的一身手将斩仙剑给拍开 虽然只是轻轻的一挥手 那双洁白如玉的小手拍在斩仙剑上的力道 却雄魂可步 震得钟锦亮手都有些发麻 闲心握不住剑 而且此时的御陵小师太身上还有一层淡淡的佛光闪现 犹如一朵盛开的雪莲花 一尘不染 让钟锦亮心中的恐惧 节节攀升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茅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士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鸟喵 第554集 退出鄙视 钟锦亮试探了几十招之后 仍旧无法撼动御陵小师太分毫 随后钟锦亮深吸了一口气 直接退到了擂台的边缘 打算施展出自己的终极大招 将钟魁的神石夹住余身 在他们比拼的时候 台下的众人全都看蒙圈了 因为一直以来 这御陵小师太在众人眼前都是平平无奇 也没有施展出多么强大的实力来 可是他总能赢得每一场大泪 钟锦亮作为中魁后人 是这次擂台赛中杀出来的一匹黑马 在众人的眼中 那是很有希望 夺得头盖的人选 竟然也拿不住这御陵小师太 十大长老之中 也有很多人议论纷纷 即便是他们曾经参与了围攻 一官道总舵的那次厮杀 当时的御陵小师太 也没有什么太过扎眼的举动 格宇也在盯着那御陵小师太的一举一动 细细品来 也感觉出了这位小师太身上 蕴含着大佛法 的确是有些难以战胜 心中不仅叹息 亮子估计是要落败了 擂台之上 钟锦亮一晃手中的展现剑 再次变成了一把折扇 众目睽睽之下 单见钟锦亮从那折扇之中 取出一个画轴 挂在了擂台之上 将那画轴打开 显露出了一幅中回的画像来 看到那中回画像 台下的人开始议论纷纷 谁都能看得出来 钟锦亮只是要放大招了 紧接着钟锦亮掐指念诀 周围的气场开始搬滚不休 从那钟回画像之中 开始弥漫出一团白色的鲜红 弥漫出来 钟锦亮这小子不想放弃 还想通过请钟葵上身的手段 跟御灵小师太做最后一战 而对面的御灵小师太 突然感受到了强烈的气场波动 那紧闭着的双眸 猛然间睁开 眼眸之中依旧平静如水 阿弥陀佛 钟葵祖师 得罪了 御灵小师太说着 身性一化 下一刻直接出现在了钟锦亮的身边 先是一掌朝着那画像之上 摇摇拍了一下 然后另外一掌朝着钟锦亮的胸口拍了过去 同时打出两掌 钟锦亮正全身贯注的 请钟葵先祖的神师上身的 没有防备那御灵小师太 这么快就反映了过来 其实钟锦亮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可是跟那御灵小师太相比 还是慢了太多 那一掌拍向的胸口的时候 钟锦亮顿时跟钟葵的一缕神石 断了联系 身子腾空而起 朝着擂台之下 飘飞了下来 格宇和黑小色 联盟凑了上去 将钟锦亮的身子给接了下来 而阅灵小师太 朝着那画像拍了一掌之后 那四处弥漫的白色新器 也尽数收拢 回归到了画像之中 这两掌 很快就决定了胜负 亮子 没事吧 格宇接住钟锦亮之后 连忙关起的问道 钟锦亮摸了摸胸口 活动了一下筋骨 貌似一点伤都没有 甚至于没有任何疼痛感 御灵小师太这一掌 仅仅是将他打下擂台 对他本身没有丝毫的伤害 而这时候 随着一声铜锣声响 那边已经宣布了结果 御灵小师太获胜 片刻之后 他帮着钟锦亮 将那钟魁仙祖的画轴收拢 双手捧着 直接走到台下 递给了钟锦亮 钟师主 承让了 刚才您要请钟魁仙祖的一缕神念上身 贫尼自知不迪 便切断了您与那神念的勾连 投了个巧 这才赢了您 其实 您要是真的将那钟魁真君的神念 请到了身上 贫尼自知不迪的 再者 您动用此术 对自身元气 大有损伤 只是擂台比武而已 不用如此拨命 凭你 只好自作主张 这小师太做的事情 让人心暖 钟锦亮也是 书的心服口服 当下 接过那画轴 重新放进折审之中 朝阵的御灵小师太 恭恭敬敬的行为一礼 客气的说道 刚才多谢手下留情 感激不借 拜在您的手上 我心服口服 阿弥陀佛 钟施主言重了 那御灵小师太 赶忙还礼道 能够有这种结果 这是大家之前都预料到的 钟锦亮也知道 自己不可能取胜 能够打到现在 已然是杀入了前十的行列 钟锦亮也是心满意足了 这种鄙视显然温和了许多 符合天道盟的宗旨 要都是像他们两人一样 也不会生出那么多的事端来 相比之下 那个通天道长 就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随后 御灵小师太跟众人搞了词 静止朝着十大长老那边走了过去 跟那华清长教说了一些什么 便退了下去 等他走了之后 钟锦亮才看向格宇道 宇哥 实话跟你说 你遇到了御灵小师太 能够取胜的希望也很小 他太强大了 人看着平平无奇 身上却蕴含着大佛法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却给我一种活了几百年的老人家一样 拭目可测 格宇点了点头 即便是不用他说 自己也能感觉出来 这御灵小师太 绝对是吴九阴口中说的最强者 其实力能够超越现在的吴九阴和花和尚 下一场比试就轮到格宇了 他的对手也是一个女人 是那个来自于苗江五毒教的宋木桐 一个用骨的年轻高手 也是这次比武擂台之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女孩 这一场比试后 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波动期 那十大长老和华清长教等人 聚在一起开始议论纷纷 不知道在商议是什么 格宇他们一时好奇 走到吴九阴的身边 问了一下 这才知晓 原来是那御灵小师太 提出退出比赛 往后的擂台就不打了 至于什么原因 那御灵小师太也没有说的明白 但是这天道盟的先锋队 他还是要继续参与的 他的目的好像并不是为了争夺头盔 而是为了要加入天道盟的先锋队 出家之人 没有那么多的功名利禄之心 想加入先锋队 无非就是想为整个修行界出一份力罢了 御灵小师太的佛法境界超然 的确是令人钦佩 中卫长老商议了一番 最终尘埃落定 同意御灵小师太退出往后的比赛 正在格宇要上台跟那五毒教的宋木桐 比试的时候 忽然间周一扬凑了上来 一把拉住了格宇 小宇 你这次跟那五毒教的姑女进行比试 此人我打扬过了 这个女孩不简单 乃是苗江五毒教 近百年来出现的一个练古奇才 十分不容易对付 你们毛山派 貌似对古毒之术并不这么擅长 想要赢他 不是那么容易啊 那没办法 谁让我遇上了呢 不过跟他较量较量 也是不错的 我也想领教一下 这五毒教的手段 其实 你想要赢他并不难 我身上有一只千年骨 乃是万年骨王 甭管那妹子用什么骨 只要一遇到那千年骨 都不好使 你小子一会儿还要收拾通天道长 这一句不能说 千年骨你拿着吧 说着 周一扬以身手 一只肥虫子 顿时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 那虫子身上的颜色五彩斑斓 一看就是气度无比 格宇一看这玩意儿 浑身禁不住打了一个机灵 一阳哥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本身就不是练骨之人 身上带着千年骨 太过于突兀 有作弊的嫌疑 这对妹子不公平 毕竟人家修行了这么多年 也不容易 我用着千年骨对付他 就太欺负人了 周一扬微微一笑 一翻手 那千年骨顿时就不见了踪影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不错啊 果然有骨气 这才是我喜欢的小语兄弟 只是你要小心了 那妹子可不简单啊 五独角的圣女 百年来才出了一个练骨奇才 你一定要小心敌方 放心吧 一阳哥 我会小心的 说着 格宇跟周一扬挥了挥手 转而走上了擂台 擂台之上 那五独角的宋木童 已经等候多时了 格宇朝着妹子看了一眼 发现他穿着一身特有的苗族服装 肤若凝脂 眼含秋水 身材高挑 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任谁也不会想到 这样好看的一个妹子 竟然是玩弄古毒之术的高手 随着一声铜锣声响 宣布比赛开始 按照江湖规矩 格宇朝着妹子一拱手 直接说道 在下 毛山宗 毛山宗 陈元真人 门下弟子格宇 当好龙岩 我都知道 格宇愣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不用再多做介绍了 这几天啊 整个恒山派都在议论你呢 我想不知道哪都难 都说这一次的天道盟 举行的擂台赛 很有可能头盔啊 就是你 你可是很热门的人选呢 彼此彼此 宋姑娘的大名 如今也飘满了恒山派 而且已经成了 很多人的梦中情人 愣起风头来 在下跟宋姑娘相比 差得远了 那宋穆童的脸色 微微一红 看向格宇道 是吗 很多人的梦中情人 那这么多人之中 包括你吗 这话问得格宇一愣 心想不对劲啊 不是都说这个 苗江古女 宋穆童性格冰冷 拒人于千里之外吗 可这妹子竟然在擂台之上 公然调戏自己 这是什么鬼啊 难道是为了让自己放松戒备 从而找机会来收拾自己 格宇并不是色迷心窍之人 美女见得多了 头怀送抱的也不少 自然不会中了她的圈套 当夏微微笑说道 想知道吗 嗯 想啊 等咱打完了 我再告诉你 格宇说着 手往腰间一拍 将七星剑给亮了出来 这剑一拿出来 那七把小剑叮当作响 着实微舞 台下的人顿时发出了 振振欢呼之声 毛山宗陈元真人的高徒 备受期待 不过台下也有很多 欢呼之声 是冲着宋穆童来的 都是宋穆童的一些仰慕者 看到格宇拿出了七星剑 宋穆童并不慌张 然后伸手从腰间 抽出两把苗刀来 那苗刀精致 刀身上还有一些虫子的浮雕 两把刀柄下边 还挂着红鹰缀 美女配苗刀 端得是英姿洒爽 熊宇哥哥 你一会儿可要手下留情 不要伤了我才是 我还想让妹子你手下留情呢 别用骨毒将我给放翻了才是 放心吧 小宇哥哥 我会很温柔的 那宋穆童说着 没有丝毫语一照 身形一闪就到了格宇的身边 一双苗刀挥舞的跟风火轮似的 朝着格宇身上招呼了过来 原本以为这妹子一上来 就会对自己放骨 没成想 她用起着法器来 也是一把好手 一股相风扑面而来 格宇神色一领 顿时举起了七星剑 用上了最为简单的八卦浑原剑的招数 跟那妹子过了几招 这妹子手中的苗刀速度很快 虽然力量不是很重 但是灵活无比 不断地朝着格宇要害处劈砍而来 当那双苗刀劈砍过来的时候 格宇只好用剑将苗刀架住 将她的招式中规中矩地一一化解 同时那苗刀劈砍来的时候 从那刀上 勿使飘来一股甜丝丝的味道 直往鼻孔里钻 十几招过后 格宇突然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那苗刀之上估计是喂了鼓 这香味闻起来让她有些头晕目眩 不过格宇很快发现了这些异常 顿时闭住了口鼻不再呼吸 因为格宇觉得 从那妹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 能够克制自己的修为 是在潜移默化中对自己造成了影响 时间拖得越长 就对自己越是不利 这妹子虽然修为不是很强 但是心机很重 不得不防 格宇有水猴子的力量 还有水龙精的手段加持 在水下都可以几天几夜不呼吸 即便是闭住了口鼻 一样跟宋木童对敌 这妹子全身都是鼓 本身也是一个鼓 绝对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对手 能够一口气杀到前十三阵营之中的 没有一个是若姬 想到这里 格宇加快了攻势 剑拔玉家的灵力 朝着那宋宇童身上招呼过去 这妹子脸色顿时一紧 被格宇步步紧逼 朝着后面紧退了几步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娘喵》 第555集 《弥香谷》和《灵谷》 被格宇凌厉的见识一下逼到擂台的角落 宋宇童吟牙锦咬 娇称道 小宇哥哥 看来你还真的是不懂怜香西域 我真是看错你了 妹子 你这一上来就对我放苦 不知不觉间就差点中了招 我要不用点手段 岂不是要死在你的温柔箱里 这般说着 格宇的剑法并不停歇 继续朝着宋木童身上招呼了过去 听闻格宇这般说 那宋木童的俏脸一变 没想到格宇竟然这么厉害 一上来就识破了他放出去的弥香谷 这是一种在潜移默化之中 通过气味迷惑对方的古术 神不知鬼不觉 一旦这种气味进入身体之中 时间一长 就会对对手的修为形成一种压制 跟薛小七研制的那种 麻浮化灵散的效果差不多 只是这个效果要慢一些 如果太过强烈的话 对手很快就能反应过来 从而快速地做出应对的办法 那宋木童没想到 这才过了没几招 他的弥香谷就被人给发现了 眼看着 宋木童就要被格宇逼到了死角了 这时候 他突然一抖手中的双刀 碰撞在了一起 但见那双刀之上 刻着的毒虫图案微微一闪 一道光芒朝着格宇这边电射而来 格宇离着他如此之近 没想到他会突然放出这样的招数 瞬息之间 格宇就催动了地盾树 闪避了开雪 身子飘飞到四五米之外的地方 转头去看的时候 就看到 那苗刀之上落下的光芒 竟然是一只巨大的毒蝎子 张牙舞爪 正好落在了刚才格宇站立的地方 要不是他反应快 就要被那毒蝎给控制住 好阴狠的手段 看到地上那只毒蝎子 格宇心头一颤 转而看向了宋木童道 妹子 当真好手段 彼此彼此 小宇哥哥的手段也很强 宋木童手握双刀 缓步朝着格宇靠近了几步 陡然间 他一挥手 毒蝎子像是得到了指令似的 快速朝着格宇这边爬了过来 对于古独之术 正统道门的弟子 都是有着天然的畏惧的 因为这玩意儿实在让人防不胜防 不过格宇在跟着陈元真人修行的时候 多多少少 对古独之术 也有些涉猎 但是并不精通 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一回事儿吧 看到那毒蝎子朝自己爬来 格宇稍微一愣 紧接着从身上拿出了一张符鹿 朝着毒蝎子抛飞了过去 那张符鹿刚一飞出 顿时化作一道巨大的火球 发出一声轰鸣 然而那毒蝎子 一看到势头不妙 立刻化作一道白芒 静止朝着宋木桐飞了过去 钻进了苗刀之中 瞬息之间 宋木桐再次朝着格宇扑了过来 双刀一抖 这次竟然有两道白芒 再次朝着格宇打了过来 这次格宇依旧是用地盾术逃脱 回头一看 除了刚才那只毒蝎子之外 还多了一条半米长的乌骨 密密麻麻的富足 让人看着头皮发麻 很快格宇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宋木桐果真不简单 他的苗刀之中封印的是灵骨 骨分两种 一种是鸣骨 一种是灵骨 所谓的鸣骨就是普通的 卧物骨虫 而灵骨有些类似于 人死之后的灵魂 这妹子竟然将骨虫炼化成了灵体 封印在苗刀之中 突然发难 的确是让人防不胜防 之前宋木桐跟人鄙视的时候 都没有放出这些灵骨来 显然是将自己当成了劲敌了 对付自己 这宋木桐已是全力以赴的 怪不得周一扬说要警惕他呢 这手段的确是厉害非凡 放出那两只灵骨之后 宋木桐再次提着苗刀起身而上 跟隔宇快速过了几招 而他放出那两只骨虫 也朝着隔宇冲了过来 还不等这边放出大招呢 那妹子首先抓住时机 误给隔宇放大招的时间 用出了最为猛烈的手段 配合着两只灵骨 想要将隔宇给尽快拿下 但隔宇有这么好对付吗 在不断闪躲那两只灵骨的时候 隔宇突然一挥七星剑 那七把小剑顿时抛飞而出 环绕在了他的周身 尽数朝着宋木桐打了过去 用这一招 隔宇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连法觉都不用掐 但凭着意念便可催动这个招数 面对七把绽放的金色光芒的小剑 宋木桐大害 连忙后退了几步 手中双刀上下翻飞 将那七把小剑尽数格挡了起来 与此同时 隔宇再次抛出两张离火符 朝着两个灵骨打了过去 将他们逼退 随后施展了毛山分魂术 台下的众人看到隔宇 跟宋木桐打得如此热闹 顿时响起了热烈的鼓掌和叫好之声 而看到宋木桐不断地放出灵骨来 钟锦亮和黑小色也跟着提心刁胆 正好周一阳也在一旁 黑小色便问道 阳兄 这丫头很凶呢 隔宇能扛得住吗 这个不好说 我只能告诉你们 这妹子还有更厉害的手段 没有施展出来 她是五毒教的圣女 身负五毒教的千年传承 是近百年来的炼骨奇才 小宇接下来还有一场恶战 这傻小子 刚才你给她七年骨她不要 要不然哪里能让这丫头耍威风 一招就给她灭了 那边 格宇施展了分魂术之后 实力大增 三个一模一样的格宇 将那宋木桐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立刻形成了强力的压制 不过那宋木桐也同样驱使着两个灵骨 朝着格宇的两个分身爬了过去 从那双刀之中飞出来的灵骨 除了之前的蜈蚣和毒蝎之外 还有一条毒蛇 一只浑身都是毒囊的癞蛤蟆 另外还有一只色彩斑斓 像是变色龙那么大的壁虎 传说中的五毒教 有五种奇毒无比的蛊虫 此刻全都聚拢在了此处 但凡被任何一只蛊虫咬到 格宇的小命估计就要保不住了 五只灵骨 再加上宋玉桐上下翻飞的双刀 顿时让局面出现了快速的翻转 即便是格宇控制着两个分魂 也被逼得步步紧退 眼看着就要支撑不住了 这五种灵骨应该算是五毒教的圣物 竟然背着小丫头全部都带在这身上 那只浑身都是毒囊的癞蛤蟆 朝着格宇喷出的绿色毒物 红色的毒蛇朝着格宇喷溅毒液 而那巨大的蜈蚣身子一晃 分离出很多子骨出来 整个擂台之上爬满了无数大大小小的蜈蚣 尽数朝着格宇包裹过来 格宇一边用剑抵抗宋木桐 一边朝着自己周身不断地洒出离火符 蓝色的火焰将那些蛊虫包裹 烧得琵琶作响 然而这离火之旅也只能是对付那些子骨 对付那五个强悍的灵骨 却行不成什么太大的压制 格宇心里那个苦啊 有些后悔没有将周一阳那千年骨给要过来 要不然哪里会陷入这般困境 这妹子将五毒教的圣物都拿出来对付自己了 哪里能扛得住 眼看着就要落败了 忽然间格宇灵光一闪 想起一件事 巨灵塔中可是有一只五百多年道行刺猬精 这些灵骨虽然厉害 但是胖妞身上的妖气完全可以压制住他们 想到这里格宇一排巨灵塔 将那胖妞给扯了出来 朝地上一丢 原本来势汹汹的那几只灵骨 感受到胖妞身上的妖气之后 身形一顿僵在了原地 就连宋木童也吓了一跳 有些花容失色 没想到格宇身上竟然还有一只这样恐怖的大妖在 胖妞这等大妖身上的硬刺也是有毒的 本身也是百毒物侵 吞的灵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反而是能够增加她身上硬侧的毒性 在胖妞出来之后 情况再一次的出现了反转 原本的跃跃欲试的五只灵骨 在感受到胖妞身上弥漫出来的妖气之后 立刻便止步不前 有些还甚至在微微发抖 台下观看擂台的人也同时发出一阵惊呼 我的个怪怪 在格宇的身边竟然冒出了一只五百年的大妖来 而且还是十分罕见的刺猬精 胖妞一出现便能够强力压制那五只灵骨 让其不敢妄动 格宇带着两个分身再次朝宋宇童扑了过去 那宋宇童一张翘脸发红 紧张地说道 兄弟哥哥 你这有些欺负人了 竟然放出一只大妖来帮你打泪 格宇见招凶猛 朝着宋木童身上笼罩了过去 一边拼斗 一边笑着说道 妹子 我再欺负人 也没有你欺负人 我只不过是放出了一只大妖 你却放出了五只灵骨 每一个都剧毒无比 被他们咬上一口 我哪里还有命在啊 小语哥哥 我哪里会舍得让你丢了命啊 疾病是中了骨 妹子我呀 也会帮你解开的 两人打泪虽然凶险无比 但是却谈笑风生 互相调戏 台下的人看着刺激 台上两人眉来眼去 却忽有杀招 打得不可开交 胖妞缠住五只灵骨 那些灵骨对打摇有着天人的畏惧 将胖妞给团团包围起来 或喷毒物或喷毒液 不一而足 然而这些对于胖妞来说 都行不成什么太大的威胁 隔鱼有意让胖妞对付他们 但是却叮嘱胖妞 不要将这些灵骨给吞了 毕竟那是五毒教的圣物 吞了一只 都是五毒教莫大的损失 不过是鼻舞打泪而已 犯不着将人家的圣物给毁了 这边 隔鱼便可以全身心的 去对付那宋木桶 没有了那五只灵骨的帮助 宋木桶便失去了很大的支撑 再者 隔鱼还有两个分身帮忙 完全将宋木桶给压制 被隔鱼逼得不断后退 眼看着就要败下阵来 比拼法器 这个下骨的妹子还是差了很多 只是让隔鱼没想到的是 眼看着就要将那宋木桶给逼得跳下擂台的时候 他却朝着隔鱼撒了大把红色的粉末 将隔鱼逼得后退了两步 然后他快速收了苗刀 整个人就朝着隔鱼撞了过来 本来隔鱼有机会将其砍伤 想想还是下不去手 直接也收了七星剑 归出双手朝着宋木桶打去 而这个时候 宋木桶却一把抓住了隔鱼的手腕子 那柔软的身体就撞进了他的怀里 小女哥哥 你要说了 宋木桶忽然回过头来 朝着隔鱼盈盈一笑 露出了两个好看的小酒窝 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隔鱼突然觉得手腕触传来一丝冰凉 然后快速地朝着全身满盐 糟了 被下骨了 刚才上擂台的时候 周一扬就叮嘱过自己 千万不要跟宋木桶有任何肢体接触 只要碰上 就会被他下骨 现如今 这快速蔓延到周身的冰凉质感 明显就是被下骨的迹象 反应过来之后 格鱼一把将怀中的宋木桶给推开 玄机身子有些摇晃不定 就连眼前的宋木桶看着都有些迷离起来 宋木桶在冲着格鱼笑 笑得有些阴险 一身古毒之术 用的是出神入化 让人防不胜防 千防万防 还是被这妹子给下了骨 刚才的收着双刀朝着格鱼撞过来的时候 就断定了格鱼不会对他动手 用箭伤他 正是利用了这个心理 他才有了可乘之机 格鱼终究还是太过心思手软了 落在了这妹子的温柔箱里 他的心机简直可怕的让人难以想象 怪不得是那五毒教的圣女呢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格鱼的意识在快速消散 灵力也在迅速消失 眼看着就要倒在地上的时候 格鱼突然一咬舌尖 一股剧痛传遍全身 力量在一瞬间恢复了一些 不行 不能输在这小丫头手里 擂台之下很多人都看着 有那么多兄弟期待着自己打赢这场擂台 即便是要输 也不能输在一个女孩子手里 要不然以后还怎么混呢 想到这里 格鱼怒吓了一声 身形一闪 一个地顿术 就到了宋慕彤的身边 挥舞起双手 就朝着她的胸口拍了过去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讲 持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鸟喵 第556集 妹子叫你呢 宋慕彤给格鱼下了鼓 这鼓能够快速地溃散人体内的灵力 让其毫无还手之力 修为差一些的 当场就要栽在地上 然而宋慕彤却没有想到 中了鼓的格鱼竟然还能动 而且以那么快的速度到了自己身边 顿时一个没有防备 就被格鱼拍在了胸口之上 格鱼只觉得双手之上传来一团柔软 比刚蒸熟的大馒头还要柔软 然后那一团柔软就远离自己而去 宋慕彤一声惊呼 格鱼的双手就拍到了他的胸口 然后身在腾空而起 直接朝着擂台下面跌落而去 台下的众人纷纷散开 宋慕彤列结了几步 才稳住了脚步 顿时脸色通红 一直红到了耳后跟 这个臭流氓 手往哪拍呢 太瞎了了 只是格鱼的那掌并不重 宋慕彤跌落下台之后 并没有感觉有什么损伤 拍出双掌的时候 格鱼已经力竭了 眼神迷离 看都没看清楚 只是凭着直觉拍出的一掌 那一掌过后 格鱼就彻底的软了下来 跌跌撞撞的 在擂台上走了两步 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 也不知道这妹子下的什么鼓 让她全身脱力 瞬间就不能动她了 但是随着宋慕彤掉下擂台 一声铜锣声响彻四周 有人大声喊道 毛山宗弟子 格鱼获胜 这边刚刚宣布格鱼获得胜利 黑小色和钟锦亮 就连忙翻上了擂台 将格鱼给搀扶了下来 小语 你想想还好吧 刚才在台上干啥呢 跟她妹子没来眼去的 格鱼现在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看人都有重影 很快两人便嫁着格鱼来到了宋慕彤的身边 钟锦亮客气的说道 宋姑娘 我宇哥是不是被你下鼓了 擂台都打完了 是不是该给他截鼓了呀 宋慕彤的脸色还在发红呢 看着昏昏沉沉的格鱼 心中有些气恼 这个臭流氓竟然占自己的便宜 长这么大还没有被人这样摸过 不对 是拍 这个鼓啊不伤人的 休息几个小时就好呢 不用解 别啊 他一会儿还要打累呢 几个小时之后黄花菜都凉了 不解 谁让他欺负本姑娘来着 宋慕彤依旧气呼呼的说道 我来瞧瞧 正说着呢 周一扬缓步朝着格鱼这边走了过来 他朝着格鱼看了一眼 微微一笑道 不打紧呢 这骨质小把戏而已 很容易就能减害 说着周一扬一身手 一道光芒快速地钻入格鱼的体内 钻进他体内的自然是那千年骨 没有他解不开的骨 格鱼只觉得身体之内一股温热的气息传遍全身 不多时 灵力渐渐复苏了回来 随后周一扬一身手 那千年骨便从格鱼的体内飞了出来 重新落在了周一扬手中 看到周一扬给格鱼截骨 那宋慕彤顿时就变了脸色 看向他道 你是谁啊 哪里拥得着你来多管行事 我是周一扬 妹子 好大的火气啊 比武都打完了 还不给人解骨 这不合规矩啊 听闻眼前的人是周一扬 宋慕彤顿时吓得瞪大了双眼 这可是九阳花李白中的人物 谁不知道他身上有一只千年骨 乃是万古之王 就自己这点小手段 在他面前显摆 都不够看的 不过宋慕彤还是振振有词的说道 谁让他刚才欺负我来着 他就是个坏人 臭流氓 我是妹子 是你先下的骨 我兄弟都快被你放翻了 现在倒怪起他来了 你还讲不讲道理了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我现在都没事了 格鱼说着已经站了起来 经过千年骨的帮助 格鱼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过来 此时 格鱼脑海里便浮现出了刚才 依你的一幕 当时只想打赢这场擂台 根本没有多想 就朝着那宋慕彤拍出了一张 好像是落在了 他胸口那一处柔软的地方 这妹子虽然长得娇小玲珑 但是胸口处却十分壮观 触感还是很不错的 不管怎么说 自己也是占了便宜的 于是就朝着那宋慕彤一拱手 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啊 被你吓哭之后 眼睛都慌了 看不清人 唐图勒姑娘 还不海寒一二 你还说 一提起这事 宋慕彤的脸色再次红了起来 一跺脚 直接转身钻进了人群之中 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目愣愣的几个人 站在那里 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格鱼跟这个宋慕彤一场比试 最终结果是格鱼胜了 不过胜的有些凄惨 当格鱼将宋慕彤打下擂台的时候 格鱼也是中了孤独之术的 倒在了擂台之上 擂台之下的很多人表示不服 尤其是那些宋慕彤的仰慕者 都觉得如果是真正的拼杀较量 二人必须死一个的话 那最终被杀掉的人肯定是格鱼 因为宋慕彤跌落擂台之下的时候 毫发无损 而格鱼虽然还在擂台之上 但是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还手之力 如果这个时候宋慕彤再上去杀格鱼的话 那简直就是一如反掌 但是明眼而心里都清楚 格鱼对付宋慕彤已经是十分手下留情了 七星剑中的大招都没放出来 甚至都没让那胖妞去对付那五只灵骨 当时胖妞如果凶性大发 将那五只灵骨都给吞了的话 那妹子也没有脾气 如果是真正的生死较量 格鱼的手段也不会如此温柔 当初宋慕彤撞在他怀里的时候 他也不会傻的用手去接 若是比拼真正的实力 宋慕彤跟格鱼之间 还是有一段很大的差距的 只是这妹子手段颇多 心机也是深不可测 不光用骨还用上了自己的美色 无所不用其极 前面那些被宋慕彤打倒的人 估计有相当一部分是被他的美貌所吸引 从而被其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给下了骨 就差一点 格鱼就败在对方的手中了 现在想想仍旧是有些心有余悸 好在那妹子也有分寸 对格鱼下的骨比较温柔 对他身体没造成什么伤害 休息一会儿就可以继续接下来的比试了 越是往上打就越是艰难 眼前这个宋慕彤就如此难对付 后面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格鱼和宋慕彤退下来没多久 紧接着就是钟南山的刘雨禅和武台山的伊凡和尚进行比试 钟南山选出来的这个刘雨禅实力超强 一路过关斩将 凶悍无比 尤其是一身接引九天玄雷的手段 简直就是秒杀一切 一旦他施展出来这个手段 基本上对手就会举手投降 不敢再战 毕竟这天雷轰杀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传闻周一扬的先祖周明 便是从钟南山的一位德道高人那里学到了一身接引天雷的手段 周一扬的传承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钟南山 而那个伊凡小和尚是花和尚从武台山挑选出来的得意弟子 手段也十分的厉害 然而在刘雨禅施展出引雷术的时候 那伊凡和尚还是败下了阵来 旁边的几个长老同时出手才抑制住了的天雷没有落在人的身上 直接引到了别处去 等他们比斗结束之后 能够继续参加比试的还剩下六个人 本来是七个 没想到玉玲小师太突然决定退出接下来的比试 原本轮空的那个南海少小龙就要替补进来 提前参加比试 剩下来的这六个人分别是龙虎山的通天道长 毛山宗的格宇 少林达魔洞的志空和尚 西川唐门的王世达 钟南山的刘雨禅 最后一个是来自于南海的少小龙 擂台比武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是越来越刺激了 很多人都期待着决战出头盔的那一刻 等最后一场比试结束了之后 十大长老商议了一下 决定暂时休战 因为已经快到中午了 先填饱肚子 再继续下面的大泪 反正今天是一定要决出头盔来的 中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大家伙又凑到了一起开始探讨接下来的比赛 在恒山派的食堂里边 规矩了当今天下顶级佛门两道的高手 但是最为突兀的就是格宇他们做的那一桌 这一桌上面除了有九阳花李白之外 还有茅山长教华清真人 蜀山派的紫阳长教 青城山的云青长教 基本上汇聚了华夏道门的半壁江山 由于恒山派被蓄灵教供货 损失惨重 就连那食材供应也相对短缺 不过五九阴却有办法 从他身上的乾坤八宝囊之中 拿出来很多吃食 让恒山派的食堂加工了一下 端上了桌来 还好 有几瓶存放了很多年的好酒 大家凑在一起吃吃喝喝 好不热闹 期间还有不少人上前 跟几位长教和吴九阴等人打招呼 众位大佬对格宇今天的表现 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不过接下来的对手一个比一个厉害 可以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对格宇形成极大的威胁 不过其中对格宇形成最大威胁的那个御灵小师太退出了鄙视 这还算得上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格宇正面跟御灵小师太较量的话 胜算不是没有 但是十分渺茫 期间几位大佬对接下来遇到的几位高手 以一分析 说出了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让格宇加以重视 对于诸位大佬的指点 格宇也是点了点头 对大家表示感谢 这边正吃着呢 突然坐在格宇旁边的黑小色 一排他的肩膀 坏笑着说道 哎 小语啊 你拼头在后边盯着你呢 去你那边 我哪里有什么拼头啊 格宇没好气的骂道 不过还是转头看了一眼 发现了五毒教的那个宋慕童 突然出现在了食堂里边 正朝着他们这个桌子的方向看来 当格宇回头看向他的时候 那宋慕童也在看他 四目相对火花四射 格宇从那宋慕童的目光之中 看出了一丝忧怨 看到没有 那妹子的后边盯你看好一会儿了 估计是对你有意思 你中午跟他比试的时候 那一招抓在龙刀手 估计是把人给抓出感觉来了呀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什么乱七八糟的抓在龙刀手啊 正在格宇说着这一事的时候 那宋慕童突然朝着格宇这边挥了挥手 好像是让格宇过去 格宇一愣 心中有些慌乱 心想 这妹子叫自己干啥呢 被子叫你去呢 还不赶紧过去啊 黑小色又在一旁 添油夹醋 桌上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不远处的宋慕童 纷纷面面相去 玩耳一笑 去吧小语 人不风流亡少年 趁着自己还没结婚 多认识几个妹子也是好的 等以后找了老婆 可就没机会了 吴九音笑着看向了格宇 显然是深有体会 格宇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笑 跟众人搞了词 然后起身朝着宋慕童那边走了过去 此刻横山派的食堂之中 人满为患 沸沸扬扬 十分闹腾 但是很多人的目光 都停留在了青春亮丽的宋慕童的身上 毕竟此次参加擂台比武的女孩当中 只有她走到了最后 声望颇高 更是得到了很多年轻修行者的青睐 很多人都将其视之为梦中情人一般的存在 只是这妹子不太好惹 一生古毒之树让人望而生畏 偶尔有几个灯头浪子 对其表露心计 全都吃了骨头 从此之后就更加没人敢招惹了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奖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鸟喵 第557集 一朝定乾坤 格宇一走到宋木桐的身边 无数道目光 齐耍耍地落在了她的身上 让格宇有种不寒而栗之感 这种目光之中 还有很多双是充满敌视的 估计是要将格宇当成情敌一样 不过格宇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看向面前板着脸的宋木桐道 维子 你找我啊 是啊 我找你 今天你赢了我 是不是很开心啊 宋木桐有些阴阳怪气地说道 格宇看到他这副表情 就知道他心里肯定是有怨气的 毕竟当初在擂台之上 自己那一掌确实有点 想到这里 格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啥 呃 妹子 当初我真不是故意轻薄你的 你给我下了鼓 我脑子里迷迷糊糊的 也看不清楚眼前的情况 所以就胡乱地拍了一张 谁知道 会拍到你的 打住啊 不要再说了 不等格宇把话说完 宋木桐便挥手打断了格宇的话 脸一下子再次轰到了伯格 气呼呼地说道 哥你说了不要再提这件事情 你怎么还说呀 格宇顿时有些尴尬了 忙到 呃 对不起对不起 那你过来找我 有什么事情吗 当你当然有事情 我就是想告诉你 这次你赢了我 不要太得意 山水有相逢 咱们迟早还能够再遇上 等有机会 咱们再较量一番 我肯定不会输给你的 好啊 等有机会咱们再约 我也很想再领教一下 宋木桐的高招 宋木桐冷哼了一声 直接转身离开了这里 留下格宇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还以为找自己有什么要紧的事 原来是跟自己下战书 格宇心里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落的 很快他又折返了回去 黑小色便迫不及待的问格宇 宋木桐跟他说了些什么 格宇便回应了几句 晃了过去 一顿饭很快吃完了 众人各自散去 格宇回到房间里调息了一番 让修为恢复到最强盛的状态 下午时分 众人再次汇聚到了擂台之前 第一件事情便是在十大长老的注目之下 开始抽签 一共还剩下六个人 着队厮杀 决战出今天的头盔出来 格宇抽了一张写着六的字条 然后当着十大长老的面拿了出来 很快就有了对战的结果 今天下午的第一场比试 是少林达摩洞的智空 跟西川唐门的王世达 第二场比斗 是刘雨禅对战少小龙 第三场是格宇跟龙虎神的通天道长 当众人都知道这个结果之后 不免各自都捏了一把汗 没想到格宇最终 还是跟那个通天对上了 那小子高深莫测 跟他对敌之人 都没有超过十招便摆下阵来 也不知道什么来路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 吴九阴他们更加确定了一件事情 便是那通天道长很有可能不是一个胡人 李半仙曾经趁机到擂台边缘 仔细感受过他的气息 确实一点生气都没有 这就起了拐了 像这等来路不明的高手 也不知道龙虎山是从哪儿给弄出来的 之前江湖之上也没有这样一号人物 不过既然遇上了 那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正好格宇还可以替月强的兄弟报仇 好好教训那通天一番 抓交完毕之后 开始了下午的正式比赛 第一队上场的是达摩洞的志空 对战西川唐门王世达 两人的比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 达摩洞的小和尚一根铜棍 五弄的虎虎生风 西川唐门那个王世达也不遑多让 手中挥舞的是一把扑锋大刀 在跟那小和尚拼斗之时 不断朝他身上放出各种暗器 角度刁钻十分狠辣 而且那暗器之上都是喂过毒的 那志空小和尚似乎是早有准备 为了对付对方层出不穷的暗器 他施展出了一套金钟罩铁布山的 横脸功夫来 整个人的皮肤都变得金灿灿的 刀枪不如一般 那暗器落在小和尚身上 尽数被弹飞了出去 犹如铜皮铁骨一样 就连那王世达手中的钢刀落在他身上 连个窝口都没留下来 这一幕看的人当真是惊心动魄 最后两人同时放出大招 那唐门王世达放出了唐门之中最厉害的暗器 叫做孔雀岭 朝着志空小和尚身上打去 而志空和尚在关键时刻再次放出了佛陀之力 手中的铜棍出现一道巨大的虚影 朝着王世达身上横扫了过去 那王世达一声惨哼被打落到了台下 志空和尚也中了独门暗器 倒在了擂台之上 只要是下了擂台 那肯定是输了 这一局志空小和尚惨胜 被人抬了下去 让王世达给解毒 不过呢 王世达被志空和尚一棍子打得也是不轻 口喷鲜血 差点送了小命 第二局比试也要开始了 这一局是南海少小龙跟中南山的刘雨禅天斗 到底鹿死谁手呢 昨天晚上的时候 龙华真人便告诉格宇 要小心这个少小龙 此人很不简单 而格宇也仔细看过少小龙的一两场笔斗 此人的修为也属于那种深藏不露的 跟御灵小师太的情况差不多 不过格宇觉得 这个少小龙跟御灵小师太相比 还是差了太多的 他就是再强也没有御灵小师太的底蕴 毕竟人家是轮回了不知道几世的高僧大能 在大部分人的心中都会觉得 那中南山的刘雨禅获胜的几率比较大 因为数场比斗下来 刘雨禅一旦催动了引雷术的时候 对手无不举手投降 生怕那天雷落在自己身上 被烧成一块焦炭 这一招简直就是必杀技 浩浩天威 雷法之力 治刚治阳 要比格宇身上的云雷服强悍百倍不止 就连格宇自己也觉得 如果一旦遇上着刘雨禅接引天雷 也没有多好的办法躲开 随着一声铜锣声响 第二场比斗正式拉开序幕 刘雨禅身穿道袍 后背背着一把宝剑 二十七八岁的年纪 便有一种先锋道骨的风范 背负着双手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直视着眼前的对手 而少小龙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衬衫黑西护 那白衬衫还扎进了裤腰里边 皮鞋正量 手里也同样拿着一把宝剑 此人这身穿着打扮 跟江湖上的这些修行者相比 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 最显眼的就是他脚上穿的那双皮鞋 因为但凡是修行者 基本上是没有穿皮鞋的 因为这皮鞋穿在脚上 不如不屑舒服 影响活动 对于修行者来说 一旦遇到危险 哪怕是慢了十分之一秒 也足可以决定生死 要输也不能输在鞋子上 可是这个少小龙绝对是个例外 不光穿着皮鞋 还白衬衫黑西裤 怎么看都是一个公职人员 也一直独来独往 性格看上去有几分孤僻 两人互报了名号之后 随着一声铜锣声响 正式开始了鄙视 瞬息之间 两人便如脱缰的野马 对撞在了一起 恐怖的气场翻滚 朝着四周蔓延而去 只是对拼了一招 擂台之上便形成了一股刚风 朝着四周蔓延 离着擂台近一些的人 都能感觉到这股刚风的撕扯 刮到脸上都有些生疼 这俩人一上来 都用上了最为暴力的手段 简直有种火星撞地球的感觉 台下的众人齐齐发出一声惊呼 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台上两人 然而这上来的一招 双方也只是试探 很快就分离开来 等两人再次对撞在一起的时候 那速度就越来越快 两个用剑的人 剑法十分凌厉 那叮叮当当的声响不绝于耳 跟开了打铁铺子似的 一秒钟感觉都能有十几次双剑 碰在一起的声响 三分钟不到 两人就拼斗了十几招 速度越来越快 后来就连两人的身影 也开始变得有些模糊起来 格宇看到两人的拼斗 心中也不禁有些骇然 这两人的实力都很强 而那邵小龙的情况 则是欲强则强 之前还没有施展出来 如此恐怖的实力 可是在碰倒刘雨禅之后 实力突然爆发 两人形成了胶着的状态 看起来旗鼓相当 实力都差不多的样子 百周过后 那刘雨禅好像失去了耐心 忽然从身上 一下摸出十几张符露出来 犯出道道金光 环绕在了少小龙的周身 暂时地将其困住 随后刘雨禅退后了几步 突然一掐法诀 高声念诵起了咒语 三清祖师在上 有请出天神明 九天玄雷 以剑引之书有不从 雷府不容 随着刘雨禅口中的 咒语声响 原本晴朗的苍穹之上 顿时乌云密布 黑云翻滚 快速地汇聚到了 他的头顶之上 紧接着便是几声 轰隆隆的闷响 那闷雷之声 如同野兽的乌叶 震撼心声 伴随着天空之中的 闷雷声响 还刮起了一阵狂风 吹得众人 衣衫烈烈作响 让人站立不稳 几声闷雷过后 乌云之中 顿时闪过几道 纵横交错的闪电 张牙舞爪 一看到这般情况 擂台下的人都看出 刘雨禅 是要施展出绝招来了 一招定乾坤 而那刘雨禅 已经将手中的长剑 高高举起 引起了黑云之中 闪电一阵狂轰作响 看到刘雨禅搞出 这么大的动静 石大长老纷纷出动 朝着擂台前面 靠近了几步 一旦这天雷接引下来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们的主要责任 就是在千军以法之际 将那天雷 给引到别处去 以免将那少小龙 给击杀了 石大长老联手 还是有这个实力的 眼看着天雷 就要落在刘雨禅手中 宝剑上的时候 他一脸严肃地看向少小龙 说道 小龙老弟 我这天雷至刚至阳 开山碎石一如反掌 你若是现在认输 咱们也就罢了 不要平白地丢了性命才是 刘雨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少小龙浑身一震 成静一扫 将围绕在他周身的黄纸服 弄得尽数燃烧着起来 他眼睛微微眯起 沉声道 九天玄雷 钟南山的引雷神法 我倒是想要领教一下 尽管来吧 每当刘雨禅施展这一招的时候 对手总会举手投降 谁也不想被天雷轰成渣渣 然而眼前的少小龙 就是个例外 他一直像是特立独行的存在 别人不敢接的天雷 他竟然要接 别说是他少小龙了 就算是刚刚成立的天道盟的十大长老 无论是哪一个站出来 都不敢去应接这道天雷 就算是风头正盛的五九音 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能够承受住这天雷 而没有任何损伤 在听到少小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人群之中顿时发出一阵惊呼之声 这小子不要命了 竟然要接刘雨缠的天雷 格宇在台下也眯起了眼睛 如果少小龙真的能够接住这九天玄雷的话 那得有多么强悍的实力 如果遇到他 还能赢得下这场比试吗 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瞪大了眼睛 哪怕是错过了一眼 估计便是终生的遗憾 这一道天雷落下 少小龙究竟是真的能够有实力将其接下 还是在硬撑呢 那中南山的刘雨缠听到少小龙这般说 脸色不禁一紧 灵力催动之间 一道张牙舞爪的闪电 已经撕破了头顶的黑云 眼看着就要落下来 龙老弟 你当真不怕死吗 你静下来的天雷未必能够伤到我 你也不要太过自信 少小龙深吸了一口气 身上气势腾腾而起 突然收起宝剑 双手掐了一个把掘 朝天托起 好 那贫道就只好得罪了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 《紫梦幽龙》 多讲 《石兵》 《猫朵朵》 后期制作 《羊娘喵》 第558集 手底下见真章 刘玉禅顿时有了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揭引下来的天雷何人不惧 这小子竟然如此奚落自己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尝尝九天玄雷的滋味吧 踢死了你 也是你小子自找的 说话声中 已经有一道雷电 瞬间落在了刘玉禅手中的长剑上 金不容发之际 刘玉禅双手持镜 朝着邵小龙那边就狠狠地劈了出去 蓝色的电芒就像是一道张牙舞爪的长龙 看到刘玉禅踢出了天雷 靠近擂台近一些的人 在惊呼声中纷纷往后击退 生怕那天雷落在自己身上 就连那十大长老也纷纷脸色大变 各自双手虚张 打算一会儿同时出手 将那道雷芒给接引到别处去 只是打泪而已 闹出人命就不好玩了 然而不等十大长老动身 单见的邵小龙突然一声大喝 双手猛然间托举到了头顶 瞬息之间 以他为中心 突然出现了一道金色的屏障 将邵小龙给包裹了起来 看到那屏障出现之后 从邵小龙的身上 突然迸发出了一声苍凉的龙吟之声 响彻八方 格鱼看到这一幕顿时惊呆了 难道是自己耳朵听错了 邵小龙的身上 怎么会有龙吟之声呢 对于龙吟之声 格鱼太熟悉不过了 当初在神龙驾老龙钩的时候 听到过很多次 而且格鱼还亲眼见到过真龙 这就是龙吟之声 错不了的 在那金色屏障之内 一条金色的龙 突然从邵小龙的身上挣脱出来 环绕在他周身 当这条龙出现之后 那金色的屏障 顿时绽放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 与此同时 刘玉禅接引的天雷 终于披露了下来 正好落在邵小龙 凝集的那道屏障之上 轰隆隆一声震耳欲隆的声响 那蓝色的粗大电流 直接砸落在屏障之上 形成了气浪 将四周看台的很多人 都吹得倒飞了出去 就连那十大长老 也都跟着身子摇晃了一下 还有人往后列起了两步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傻眼了 这个邵小龙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有真龙护体 然而不等众人看清楚那条环绕在他周身的真龙模样 那条真龙便消失不见 直接钻进了邵小龙的身体之中 最为震惊的应该就是刘雨禅了 无往不利的九天玄雷竟然在这小子身上吃了鸡 丝毫都没有伤到他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钟南山的终极秘法 怎么就不好使了呢 刘雨禅并不死心 一咬牙打算再接引一道天雷下来 然而对面的邵小龙却不打算再给他机会了 但见他突然一探发掘 朝着头顶之上猛拍了一掌 那金色的屏障瞬间消失不见 下一刻 但见邵小龙再次抽出了身上的宝剑 一下踏出了七步 每踏出一步 那坚硬的石板上就会留下一个清晰的脚印 每踏出一步 邵小龙身上就会有强大的气势节节攀升 七步踏出之后 邵小龙身上的气势已经攀升到了顶点 那气势是有龙气加持 恐怖无比 等气势攀升到顶点之后 邵小龙终于挥出了一剑 这一剑快如流星 角度刁钻 力量磅礴 一剑就朝着刘雨禅身上劈砍了出去 刘雨禅也是震惊无比 他还在忙活着想接引下第二道天雷 只是还没成的功夫 邵小龙的剑就已经杀了过来 电光火石之间 那刘雨禅只好收了指向天空的长剑 去抵挡邵小龙劈过来的长剑 当的一声脆响 两把长剑对撞在一起 嗡名不绝 然而刘雨禅就发出了一声惨哼 感受到了那长剑之上蓬勃的力量 简直强大得令人发指 随着这一剑击来 刘雨禅连人带剑 直接朝这擂台下面飞了过去 等他身子落地之后 还滑行出了七八明远才停了下来 当即猴头一甜 一口鲜血就喷洒了出来 好强的力量 在喷出鲜血之后 刘雨禅留下了这句话 然后一倒头就昏死了过去 再去看邵小龙 还保持着刚才的那个挥剑动作 一动不动 片刻之后 再缓缓地收起了手中的长剑 往后退了两步 面色平静如水 擂台之下一阵唏嘘 连绵不绝 好家伙 堂堂钟南山的年轻高手刘雨禅 竟然这样败给了眼前这名 名不见经传的南海小子 一直都很低调无比的 邵小龙 之前抓揪的时候 凭着好运气 局面轮空了 要不是御林小师太突然退出比赛 邵小龙可能会一直到最后才出场 即便是这小子一路打到了前十三 也没有人太过于重视他 因为他一直以来的表现都是平平无奇 没有太多亮点 自然没有人将他放在眼中 直到这一次 跟刘雨禅的比斗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都以为邵小龙 会支撑不住多久 然而 他却施展出了真实的战斗水平 不光是接下了天雷 更是将刘雨禅打落到了擂台之下 他也想要这么一直低调下去 可实力不允许啊 整个华夏修行界 能够接住九天玄雷的能有几个人呢 这小子刚才抵挡住那天雷的时候 竟然从身上散发出了蓬勃的龙气 而且还是一条真龙护体 加持了他的修为 像是这种存在恐怖如斯 脱脱的就是今天的头盔了 在年轻一辈的弟子当中 没有人能拥有他这样强悍的势力 然而现在大家伙更为好奇的是 这邵小龙究竟是什么来路 就连十大长老都不知道 此人来自于哪里 只知道他来自于南海的邵家 可是之前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南海处有什么厉害的修行士 家姓邵的呀 他拥有一身神秘的力量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谜 邵小龙这一战 彻底震惊了整个修行界 更是让所有观看擂台之人 都差点惊掉下巴 以至于好一会儿 那胜利的铜锣声都没有敲响 包括十大长老也都愣在了当场 我赢了吗 那邵小龙见四周 迟迟没有人宣布输赢 忍不住问道 那负责敲锣的道长 这才反应过来 走到擂台旁边敲响铜锣 南海少小龙胜 至此 少小龙才转身离开擂台 等他离开之后 黑小色和钟锦亮 宣洁来到格宇身边 黑小色一脸忧愁的说道 我说小语啊 弄不好你和这少小龙之间会有一战 这小子太他们强了 到底什么来路啊 你有几分把握能赢他 我也不知道啊 少小龙获胜 引起轩然大波 以至于格宇跟那通天道长的比试 拖延了一段时间 石大长老聚在一块 议论了一会儿 然后才宣布下一场比赛开始 格宇听到招呼之后 便朝擂台上走去 此时九阳花李白等人 全都到场了 给格宇加油骨气 龙华真人也宽慰了一番 让格宇不要有心理负担 反正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即便是输了也无所谓 格宇摆了摆手 示意众人心安 然后便走到了擂台之上 当他上去不久 那通天道长也上了擂台 还是之前那个装扮 头上戴着一个宽大的斗篷 遮住半张脸 怀中抱着一把剑 站在格宇的对面 两人这边刚一站定 那铜锣便响了起来 宣布比赛开始 格宇也是大家伙期待的一个重量级的高手 是争夺头盔的人选之一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比较期待那个通天道长的 格宇遇上他 很多人都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不过与通天对敌的人 没有能够从他手下过上十招的 不知道格宇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 茅山和龙虎山都是华下的顶级道门 这两大宗门一直都在暗中较近 实力相当 没曾想这两大宗门的弟子 最终还是遇到了一起啊 大家伙儿猜猜谁能赢 台下有人在议论 我觉得可能是通天小道长 此人的修为高深莫测 任何参加比武的人 在手底下都过不了十招 想来这位茅山的小道长 应该不是低手 我看也不尽然 你们也不瞧瞧 这位茅山道长是什么来路 人家可是上一任茅山长 叫陈元真人的弟子 辈分就在那摆着呢 盛名之下 及时难复 并不一定比那通天道长差呀 行了 大家伙儿别说了 这有什么好猜的呀 比一下就知道了 台下的人议论纷纷 台上的格宇和那通天道长 相距不过五米 各自站在那好一会儿都没有动作 格宇看他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 无奈地摇了摇头 李洁兴的一拱手 跟那通天道长说道 通天道长 我看我们就不用介绍了吧 你来自龙虎山 我来自茅山 咱们还是手底下建真章吧 那通天道长冷哼了一声 往前走了一步 沉声道 陈元真人的徒弟 龙岩 这个有意思了 你觉得你赢得了我吗 能不能赢我不知道 这个是要拳头说了算的 耍嘴皮子没用 我之前跟人打泪的时候 你也看到了 在我手中落败的人 非死即伤 给你提个醒 你现在要是认输的话 就可以滚下擂台了 如果不认输 我保证你比我之前的对手 都要惨 很有可能就会被我给杀了 哥们儿 你哪来的勇气啊 就觉得一定能赢了我吗 为什么我跟你其余的对手相比 就那么特别 需要你特殊照顾呢 赢你 一手反掌 虽然你的辈分很高 在我的眼里 却不过是晚辈而已 之所以你需要我的特殊照顾 是因为你跟九阳花里白的关系太好了 知道我为什么要重伤了 月强的兄弟们 跟你是同一个道理 你跟九阳花里白有仇 这个就不需要你知道了 受死吧 小子 说着那通天道长缓缓将身上那把剑给抽了出来 剑一出鞘便是寒光闪闪杀气凛然 那剑一出鞘便脱离了通天道长的手 悬浮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嗡鸣作响快速的旋转起来 那剑身之上凝聚的力量感觉随时都要爆裂开来 一上来就攀升到了顶峰 这个场面 格宇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 也同样拥有这样一把剑 这把剑的名字叫做神剑追魂 没错 就是神剑追魂 跟黎泽剑手中的那把神剑追魂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这通天道长手中的神剑追魂是雄剑 而黎泽剑手中的是雌剑 这神剑追魂到底有多厉害 格宇曾经是见识过的 而之前这通天道长与人为敌的时候 只是拿着一把普通的剑 但是这次上来 却是将神剑追魂给请了出来 足以剑的对方是对自己多么重视 之所以这样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眼前这通天道长 对于能够打赢自己没有绝对的把握 所以才用上了神剑追魂 其实格宇早就应该料到的 龙虎山的镇山之宝 应该会出现在这通天小道长的身上 一个个都是身藏不漏 很多人都在掩饰自己真正的实力 刚才的邵小龙 现在的通天 也堪堪将自己的真实水平表现了出来 就连格宇自己也没有暴露出最强悍的手段 皆是因为这压箱底的手段 是要放在最后镇场子用的 神剑追魂呢 龙虎山的镇山法宝 这下可热闹了 毛山那小子不一定是能赢啊 是啊 神剑追魂杀人夺破 血剑七步 不留活人啊 当通天将神剑追魂亮出来之后 台下再次传来了议论之声 很多人都在吸流着冷气 原本之前就没有人能够在通天道壤的手中过去识招 这下人家将神剑追魂都请出来了 格宇又拿什么跟他对敌呢 妥妥的要被人打下台的节奏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作者紫梦幽龙 第559集 天罡神福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格宇看到这神剑追魂的时候 并没有太过紧张 原因很简单 他对神剑追魂太了解了 因为他曾经很多次见黎泽剑用过 黎泽剑也跟他说起过神剑追魂的手段 看着那悬浮在通天道壤头顶的神剑追魂 格宇同时也将手放在了七星剑上 不等格宇将七星剑抽出来 那无名大作的神剑追魂便朝着格宇的心口窝射了过来 伴随那把神剑追魂一起动的还有通天道壤本身 此时的他从身上又抽出来一把短剑 在神剑追魂的掩护之下 一起朝格宇奔杀而来 那尽头一往无前 好像想要在一招之内将格宇给放趴下的节奏 神剑追魂的速度太快 眨眼极致 但是格宇并没有丝毫的慌乱 在那通天道壤的手 一抽出神剑追魂的时候 格宇就做出了应对之策 瞬息之间催动了理论术 身形一闪 就朝着旁边闪开了四五米 那通天道长一扑空 当机一愣 不过神剑追魂却在半空之中掉转了矛头 继续朝着格宇奔杀而来 而这会儿 格宇已经将七星剑给抽出来 朝着那奔杀而来的神剑追魂就劈砍出了一剑 哼的一声巨响 神剑追魂顿时掉转了方向 重新折返回了那通天道长的手中 而格宇握着七星剑的手震得有些发麻 往后倒退了两步 堪堪稳住了脚 这剑上的力道果然强悍 只有强悍的修为 才能支撑着神剑追魂 有这般强悍的力量 一时间格宇觉得 眼前这个通天道长的修为 竟然不逊色于黎泽剑 明明是龙虎山的后辈 通子辈分的道长 怎么会有如此强悍的修为呢 格宇还真有些想不通了 那神剑追魂一落到通天道长的手中 就见他提着剑 直接奔着格宇再次杀来 他那剑异常沉重 杀气腾腾 一剑劈砍出来的时候 剑气凛冽 凝如实质 隔着还有一段距离 剑气就能将人给撕碎 格宇朝着一旁躲闪开来的时候 看到那剑气 搁在地面上的青石板上 将那青石板都砍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来 如果落在人的身上 那不死也是重伤了 此人身上的戾气太重了 杀气也异常浓烈 也不知道在身上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恨意 无非就是一场打泪而已 犯不着将人往死里整罚 看到对方下手如此没有轻重 格宇有些脑了 想起他当初连伤数人 很多都是重伤 如果自己有所保留的话 也难免被其重伤于剑下 呀的 不管了 既然你让我死 我也不让你活 连着躲开了几道剑气之后 格宇抛出了两道云雷符 发出两声巨大的轰鸣 蓝色的电流 在整个擂台之上四处流转 这一招对付着通天道长 好像十分管用 逼得他连连躲闪 而此刻 格宇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当初众人在一起讨论这个通天道长的时候 李半仙曾经说过 他身上没有活人的气息 像是个活死人一样 而云雷符是治刚治阳之物 如果他真的不是活人的话 应该是最为惧怕着云雷符的 想到这一点 格宇心中有了些分寸 在抛出这两张云雷符之后 格宇紧接着再次掐起了法掘 催动了毛山分魂术 现在这种情况不放出几个大招来 肯定是拿不下这凶狠的通天道长的 很快 格宇身边出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同样手持七星剑 快速分散开来 将那通天道长给团团包围 而那通天道长此刻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怒吼了一声 根本就不去管格宇那两个分身 直接朝着他本尊就杀了管 此时的通天道长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将格宇打落到擂台之下 他的招式非常的凶猛 很辣无比 每一招都像是施展出了全力 格宇用七星剑去接他的神剑追魂的时候 能够明显的感受到 那神剑追魂上释放出来的恐怖力量 每接下一剑 格宇的手就猛烈的颤动一下 那剑身之上传来的嗡嗡声响 一直在耳边回响不绝 那恐怖的力量通过剑传达到身体 让血液都为之沸腾 好狠的人 好凶的剑 一个道家修行之人 身上竟然有如此暴力的凶器 不应该呀 那通天道长博命的架势 好像跟格宇有杀父之仇一般 那招式一招比一招狠辣 逼得格宇不断后退 就连七星剑都快要拿不住了 当初格宇跟龙虎山大兴堂的 至言真人过招的时候 都没有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压力 眼前这个通天道长 跟至言真人还差着两倍 这修为高的就有些可怕了 随着那通天道长一剑接一剑 朝格宇劈坎而来 台下观看擂台的人 都在帮着通天道长数招 因为之前通天道长都是在十招之内 将对手给打落到擂台之下 五招 六招 八招 十一招 已经过了十招了 格宇还没有被打落到擂台下 还真是有两下子 看台之下的人议论纷纷 眼睛都直勾勾的盯着擂台之上的二人 这其中最紧张的应该就是钟锦亮和黑小色 他们跟格宇的关系太好了 看到那通天道长如此强悍 两人的心都跟着提了起来 而现在的情况的确是不容乐观 因为此时的格宇是出于下风的 不过在跟通天道长一连过了二十多招之后 格宇依然依靠着自己那两个分身 完全的稳住了阵脚了 隐隐有控制住场面的局势 毕竟格宇那两个分身实力也很强大 跟格宇本身的修为也差不了多少 那通天道长剑迟迟无法将格宇拿下 心中懊恼 手中的剑再次脱手而出 在半空之中绕了一圈 将格宇连带两个分身都逼退了数步 紧接着就见他突然从身上 摸出四张红色的龙虎山天师符来 口中念念有词 随着那通天道长的咒语声响起 那四张红色的天师符 顿时发出了轰隆隆的声响 在同一时间全部燃烧了起来 然后化作几道红色的雾气 不等的雾气消散 但见擂台之上突然出现了四个身穿红色披风 手持各种法器的金甲战将出来 那四个金甲战将一个个都有两米多高 身上萦绕着淡淡的金芒 一脸杀气 当这几位一出现 那擂台下边顿时发出一阵惊呼之声 有见识多的人顿时惊呼了一声 龙虎山的天罡神符 天师道的终极俘虏 传闻能够请来天兵天将的身法 真是百闻不如一剑 完了完了 不出五招 格宇必败 台下有人断言 觉得格宇肯定撑不过这天罡神符的威力 一百多年前 命闻天下的俘虏三绝 其中有一个便是龙虎山的冲灵真人 这天罡神符肯定是出自于他之手 龙虎山将这种压箱底的手段都拿出来了 格宇这小子肯定是要落败了呀 而格宇一看到通天道长施展出了这样一个手段 心中也是有些惊惧的 那四个神将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着实恐怖 每一个神将 在身上都恍惚蕴含着爆发性的力量 而通天道长将这四个神将给召唤出来之后 并没有着急扑向格宇 而是冷笑着说道 格宇 你现在还不认输吗 现在跳下擂台 还有活命的机会 不过是几个纸老虎而已 我格宇何惧 格宇口中虽然这般说 内心还是有些恐惧 手很快朝着腰间的巨灵塔拍了过去 顿时有几道气息 从巨灵塔中飘飞了出来 一个是胖妞 另外两个分别是猫腰和蛇腰 快速地化作人形 跟格宇的两个分身站在了他的两侧 格宇这边有三个大妖 加上两个分身 而通天道长那边有四个神将 格宇这边还多了一个 对于那通天道长弄出来的神将 格宇并不了解 也不知道这几个大妖能不能扛得住 将这几个大妖放出来的时候 台下的人顿时再次瞪大了眼睛 明眼而很快将目光就盯在了 格宇腰间的巨灵塔上 很多人也都知道 这巨灵塔也是毛山的圣物 没成想 格宇那巨灵塔中 竟然也有这等大恐怖的妖物存在 而且数量还不少 这些大妖一放出来 跟那战将之间的实力 便有些旗鼓相当了 毛山就喜欢弄这些歪门邪导 区区几个妖物 怎么能跟我请出来的神将相比 格宇 你的死气荡了 通天道长冷哼了一声不再多言 手中的剑一指 那四个神将在他的招呼之下 顿时朝格宇这边猛扑了过来 格宇火气也上了 招呼一声道 有名千日 用兵一时 对方的神将都是纸老虎 干掉他们 在格宇的一声令下 那几个大妖也是汗不畏死的 朝着那几个神将猛扑了过去 他们知道 现在是格宇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 必须要冲锋陷阵 瞬息之间 几个大妖便跟四个神将 对撞在了一起 整个擂台轰鸣作响 胖妞一出现 一双眼睛瞬间就红了 身体快速膨胀 身上的硬刺也是根根直立 随着一声尖利的呼啸 那些硬刺就朝着几个神将迸射而去 其中有一些硬刺 也朝着那通天道长打了过去 其实像是格宇聚灵塔中的那几个大妖 对通天道长弄出来的几个神将 是有着天然的畏惧的 尽管那些神将 或许只是一缕神石 一丝残念 但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 纯正的阳气 对这些大妖有着天然的压制 这些大妖再怎么强悍 也是阴邪之物 哪能不惧此等神物呢 可是他们不上去 格宇就会被强力压制 最终落败 被打下擂台 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即便是拼死 也要帮着格宇稳住局面 格宇说那四个神将是纸老虎 可是当几个大妖迎头上去的时候 才发现根本不是格宇说的那样 这些神将一个个凶猛无比 手中的法器劈砍出来 也有风雷之声 就连胖妞身上打出来的硬刺落在他们身上 也对他们造不成什么伤害 因为他们不是人 那些硬刺直接透体而过 但是看上去跟活人又没有什么区别 一百多年前 明镇江湖的俘虏三绝之一的冲灵真人 这手段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这冲灵真人格宇有些了解 当初他被带到龙虎山的时候 九阳花李白去救他们 那冲灵真人就漏过一秒 现在那冲灵真人已经是帝仙了 帝仙搞出来的手段 闺蜜莫测 俘虏之力蕴含通天造化 早知道如此 格宇也该问问长教师兄 他那里有没有毛山帝仙的俘虏 拿来一用 或许能够压制住这几个神将 毕竟毛山的帝仙 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俘虏三绝之一 那些大妖和自己的两个分魂 瞬间跟那几个神将拼斗在了一起 傻时间通天道长提着追魂神剑 再次朝着格宇沙奔而来 格宇往后退了两步 一咬牙将七星剑挥舞起来 双手举一剑朝着那通天道长披露了过去 七把小剑顿时分离开来 环绕在格宇的周身 不等那通天道长靠近 七把小剑顿时飞了出去 尽速朝着通天道长身上碾压过去 那通天道长脚步一顿 脸上出现了一丝慌乱 不过他很快将神剑追魂抛到头顶之上 等那七把小剑朝着他斩落的时候 神剑追魂顿时化作一大片剑影 将那七把小剑尽速荡飞了出去 格宇的动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歇 当那七把小剑被荡飞出去之后 又尽速飞回格宇身边 悬浮在他的四周 紧接着格宇再次掐着念诀 遥遥明明 太上吃令 毛山弟子 手掌七星 火离七尖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 和咒语金贤联合出品的 《毛山鬼王》 第五百六十集 绝杀记 随着格宇的咒语声响起 那七把环绕在格宇身边的小剑之上 顿时燃烧起了熊熊的蓝色火焰 随着格宇的一声大喝 再次朝着那通天道长猛踢了过去 一连串的操作 顿时让那通天道长有些应接不暇 看到格宇那七把燃烧着离火之力的小剑 再次轰然碾压而来 他的脸色变得一片阴沉 除了施展出那神剑追魂来抵挡之外 他连身上的短剑也抽了出来 将逼向自己的两把小剑也荡飞了出去 那小剑扎在坚硬的青石板上 蓝色的火焰顿时将整个擂台都给席卷了 继续朝着通天道长身上蔓延 但是那通天道长很快 就从身上摸出几张天师符来 朝着地上一抛金芒炸现 顿时将那些蓝色的火焰给阻隔了 瞬息之间 格宇施展出了两招七星剑中的狠招 打得那通天道长有些手忙脚乱 然而这还没完 格宇还有更厉害的招数在等着他 不等那通天道长忙活完 格宇一抖手那七把小剑再次折返回来 又是一通咒语 一秒钟不到的时间便念完了 配合着手中的法学 那七把小剑再一次绽放出了金色的光芒出来 剑身瞬间变大 光彩夺目 气场翻涌之间 站在擂台周围的人们纷纷惊呼 连忙后退 很多人都瞧出来了 格宇是要施展出必杀技来了 没错 这一次 格宇用的是目前为止 他掌握的最强悍的七星剑中的一招 七剑合一 七把小剑在格宇灵力的加持之下 再次朝着通天道长而去 那通天道长看到这一幕 脸上的表情可以说是惊具了 因为他也感受到了这一招的恐怖 有种秒杀一切的气息 七把小剑横轰而来 不多时 在半空之中便凝结出了一把巨剑 如同门板一般大小 携带着破空之声碾压而来 那通天道长发出一声巨吼 手中的神剑追魂也迅速的绽放出了璀璨的金芒来 他的神剑追魂跟那巨剑相比起来 就好像是牙签对菜刀 然而两把神剑最终还是对撞在了一起 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 那通天道长发出一声惨哼 身子朝后面跌飞出去 双脚在坚硬的青石板上 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脚印 眼看着那通天道长 脚滚落在擂台之下的时候 他猛的一下 将手中的神剑追魂插入了青石板中 才堪堪稳住身形 饶是如此 那通天道长也是伤得不轻 一口鲜血喷洒出来 而那把巨剑在通天道长的抵挡之下 再次分散开来 散落而出 纷纷插入了青石板 打到这个地步 简直太精彩了 擂台之下 不使得发出惊呼之声 那通天道长 离着擂台边缘 连半米都不到 眼看着格宇就要成功了 结果还是攻回一困 不过看着样子 那通天道长 貌似是受了内伤 连着放了三个大招 格宇的灵力消耗巨大 一斗手中的七星剑 那七把小剑便快速的折返回来 重新挂在七星剑上 看着半跪在地 嘴角还在不断滑落出鲜血的通天道长 格宇沉声道 通天道长 你并没有你自己说的那么厉害 你输了 那通天道长 戴在头上的斗篷 被震得脱落了 露出一张苍白 而没有任何血色的脸来 这是一张年轻人的脸 看上去也就二十多岁 十分的陌生 起码之前格宇从来没有见过 但那张脸上却写满了不屈和不服 他缓缓地抬起头 拄着插入青石板的神锦追魂 慢慢地站了起来 朝着身后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已经在擂台的边缘 再往后退一步 便会跌落下去 输了这场比试 紧接着他又回过头来 目光再次锁定格宇 嘴角扶起一抹笑意 那笑意渲染开来 便成了猖狂的大笑 好一会儿才到 格宇 你以为你赢了我吗 我输了吗 我还没有掉下擂台 那铜锣声还没有响起来 你就说我输了 难道你还想跟我比吗 你已经受伤了 废话 我说过 今天一定要让你躺在这个擂台上 我一定要做到 通天 如果撑不住就下来吧 你已经很强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华清长教来到了擂台的边缘 关切地跟通天说道 格宇朝着的华清长教看了一眼 发现他脸上的担忧之色十分凝重 看向通天道长的眼神 不像是在看一个毛神的普通弟子 那感觉就好像是在看自己的儿子一般 长教真人 我没事 还可以再打 现在 在台下观看擂台的人 一时间有些傻眼了 大多数人都会以为格宇在三十招之内 落败于通天道长 而现在看来 格宇不但过了三十招以上 还差点将通天道长给打落下了擂台 目前来说 格宇是占了优势的 毕竟啊 看着通天道长被格宇那一招 七将归一给伤得不轻啊 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深藏不露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 台下围观的一些江湖大佬 纷纷唏嘘不已 格宇的目光也朝着擂台之下看去 很快就发现了 吴九阴和钟锦亮他们 吴九阴一脸的阴沉 目光并没有放在格宇的身上 而是一直紧盯着擂台上的通天道长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就连李半信也是如此 还半张着嘴巴 看上去有些吃惊 钟锦亮和黑小色以为格宇是赢定了 两人同时朝着格宇竖起了大拇指 黑小色还朝着格宇大声喊道 小宇 牛逼啊 既然这小子不服说 就干得他跪在地上叫爸爸 重新站起来的通天道长 目光看向格宇 突然变得凶狠起来 插在青石板上的神剑追魂 似乎感应到了他的心思 再次散发出一团金芒 嗡嗡作响 一股恐怖的气息再次渲染开来 朝着四周蔓延而去 但见了通天道长 突然划破眉心处 取出了一滴精绪出来 然后快速掐了一个法绝 青石板中的神剑追魂 拔出一声催鸣 欲然而起 再次悬浮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下一刻那神剑追魂 再次瞄准了格宇的心口窝 犹如那离弦之剑迸射而来 格宇看到通天道长如此 心中骇然 这小子竟然催动了精血 要跟自己搏命了 催动精血之后 必然元气大伤 即便是能够赢了自己 也无法再继续下面的拼斗了 格宇觉得 如果不到最后的那一场比试 自己是绝对不可能催动精血 也就是说通天道长 已经放弃了下面的比试 目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将自己给干趴下 自己又没有招惹过他 甚至之前都没有听说过此人 可是一上台 那通天道长就摆明了立场 将格宇视为仇敌 原因就有一个 就是因为格宇跟吴九音 他们的关系太好 他答应了 这不是无妄之灾 无非就是一场打类而已 难不成还要将小命给丢进去吗 真不知道九阳花 李白他们 是如何得罪了这通天道长的 给自己找了这样一个大麻烦 等这场比试打完了 一定要好好问问他们才行 瞬息之间的通天道长的神剑追魂 再次打了过来 经过短暂的调息 格宇的灵力恢复了不少 面对那快如闪电的神剑追魂 格宇再次挥舞起了七星剑 当的一声翠响 两把剑再次撞在一起 神剑追魂的力道之大 比之前任何一次攻击都要强悍 格宇的身子一颤 往后连着倒退了三步 七星剑差一点就脱手而出了 然而那通天道长这猛烈的一击 只是虚招 目的是为了拖延时间 打出去这一剑之后 他利用了精血之力 再次掐起了法绝 那些字一字一顿 都是从那通天道长的牙缝里蹦出来的 咬牙切齿 杀气腾腾 瞬息之间 整个擂台之上被一股肃杀无比的气息 包裹了起来 并且朝着四周迅速蔓延 格宇感受到这恐怖的气息 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这小子催动了龙虎山的绝技 小眼六变 这个术法对格宇来说 绝对是绝杀技 而且这次通天道长催动的小眼六变 显然是加强版的 当初龙虎山的人将黎泽剑给捉拿过去 逼问小眼六变的全套术法 索要神剑追魂 结果剑没有要去 小眼六变的一整套术法 可是全都告诉了龙虎山 龙虎山的人这么快 就将这小眼六变的术法 尽数传给了通天道长 这倒霉催的 格宇竟然是第一个尝试 这小眼六变术法的出头鸟 在精血之力的加持下 这小眼六变的术法很快催动完成 气场蔓延开来 将整个擂台都给包裹住 所有的退路都被封锁 杀气四伏 即便是格宇现在想要跳出擂台 也没有机会 任何想要靠近擂台之上的人 也都会落入小眼六变的袭杀目标 这小子崩了吗 竟然要在这擂台之上弄死自己 格宇的心脏狂跳 连忙一拍巨灵塔 将那几个大妖 还有自己的神魂 全都收拢了回来 小命可以不要 但是不能害了 这些巨灵塔中的老朋友 再者收回神魂 可以保持自己处于一种强盛的状态 这小眼六变的术法一生成 四面八方的气场 全都被封锁掉 格宇只能硬着头皮 去接下这一记杀招 在短暂的恐慌之后 格宇很快就沉下心来 因为他知道这种情况越是慌乱 就越是死得快 还不如赶紧想想办法 如何自救才是 深吸了一口气 格宇伸手握箭 收敛心神 但见了小眼六变的手段 一催动之后 眼前的同听道长的身影 顿时变得虚无飘渺起来 下一刻整个擂台之上全都是他的影子 也全都是神剑追魂的影子 这些虚影从四面八方一起袭杀而来 让格宇看得是眼花缭乱 你妈 不管了 想都没想 格宇直接就挥砍出了一剑 七把小剑先是悬浮于头顶之上 然后快速地朝着四面八方散射而去 格宇这次催动的是七星剑绝中 那冰封十里的招数 七把小剑上凝结出来的寒冰之力 格宇是想通过这个手段 将那同天道长给冻住 别管他弄出多少虚影来 多少神剑追魂 这些虚影之中就只有一个是真的 冰封十里的剑招可以瞬间冻结方圆十米之内的任何生物 让温度瞬间下降几十度 七把小剑一飞出来 四面八方阴寒透体 那无数神剑追魂的剑影都恍若挂上了一层冰霜 格宇凭着直觉挥舞起七星剑的主剑 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 好像是被挡开了很多灵力的剑气 陡然间 格宇觉得胸口的位置突然传来一股刺痛 低头一看 发现那神剑追魂已经落到了胸口了 剑身起码有十几厘米刺入了身体之中 漫天的剑影和人影迅速消失了 最终归拢于一处 就是眼前的通天道长 他手里拿着神剑追魂 已经刺入了格宇的胸口处 而那通天道长显然也不好过 他身上凝结了一层厚厚的寒霜 头发都变得一片雪白 随后格宇看到对面的通天道长 身上又丝丝的黑雾蒸腾而出 开始瓦解身上的寒霜 那通天道长冲着格宇凝笑了一声道 格宇你输了 去死吧 对不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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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